应对吧 因为MTG现在是小驴指挥 他也是作为一名新指挥 他毕竟之前在AG的时候是突破 他的战术包括一些临场的东西 也不是特别的丰富 微笑能够让他去扮演这个指挥角色 想必就有他的比较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地图 扑尼斯玩一次大对阵到MTG LMTG选途 是的 MTG的选途 但是我印象里他的主动选途 其实反而可能会翻车 但是来到经典爆破的经典地图 看MTG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吧 好的 比赛开始 主动选出了防守方式要应对 玩一次大的慢打的节奏 而玩一次大这边好像是带着包 直接想打急速吗 直接一颗黄布烟 莫洛直接手当其冲 单人突破 但是道具还没有起 这波比较糙的进攻 但是有效果 这边是MTG放黄 是 五号卫的卡尔也赶紧撤回来 把兄弟都给照过来 但是对方已经下包了 这个位置 必须要有前顶 有人牺牲就一起过来的 一个人都不放高台 这边是直接放 抢了等于没抢 MTG这边后面过来 直接平推到黄布 没有任何的干扰 选择 就此划分一个界 一人空一边 跟玩一次大打成了友好的沟通 牙医先打一个 磁元哥莫洛哥打一个 现在是一个三打四 MTG现在人少 牙医看这一波了 包包这是一个侧身位 没有看 要看点太多了 包包被米豆带走 二打三 卡尔和米豆 卡尔很稳 举两个 还有三个吗 脸上是佩佩 这枪空了 还是接上了 卡尔 太帅了 这一波 感觉两边都是漏洞 但是没时间拆包了 黑夜这个米豆的角色 再搞他一把 再搞他一把 再搞一把 OKOK 我带伞吧 他那个有防暴 也给不了 感觉上来 MTG的气势 有说法 卡尔直接发力了 是的 但是两边都是 有一天的 细节上处理的不够细腻 也是玩家里面 自己给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莫洛这边主动出街 卡尔带走了 那么拘掉了 米豆这边是掏出了 Oden 看一下这波回防 拘掉了 这边是有一个位置 牙医在看的 那正面是 配一配 正面是阿兵 加小鲤鱼 蜿蜂 米豆才刚刚回来 他们两个前点 还是可以的 但就是怕人数互换上 还是占劣势 那剩下米豆 他的残局 比较难打的 直接打中路 磁缘打掉了 露的脚步过来 打掉了 阿兵 阿兵这边接一个 把波波收掉了 从正面硬生 撕了个口子 但是有掩体的 没落 拿到了一个 压史的双杀 那位置已经被锁了 阿兵 现在有点难以处理了 要跳下来吗 直接跳啊 被陌路接住 2比0 节奏很快 进攻方的 打速攻了 没事哥们杀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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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狗都掉完 然后我看队友都没错 这边还在 进攻 速攻还是有收获的 不过MTG在这一局 也是做出了调整 三个人来防臂了 来看一下 MTG主动 MTG打得很主动 知道一位的退让 和防守是不行的 最好的防守 就主动出击 选择主动把红装防 清出来 同时送了一下牙医 倒到了碧厅 牙医已经来到了碧厅 而武汉斯塔 做了一个中路的渗透 没有给任何的道具 卡尔 要滑展Pick 拿信息吗 配合阿兵 打一波反千 看到了漏枪了 阿兵这边在找机会 他其实知道 人有点多 给了个闪 主动出击 小鲁鱼喷子 先出击了 牙医在B厅 那边也是掉了 被清了 立马回防 阿兵过去 赶紧去补B点 现在武汉斯塔的节奏 慢下来了 现在三个人 前点都掉了 只剩下末路 佩佩和怡城 MTG可以先不着急了 因为毕竟是防守方 是的 现在正面换人 这边是换出了优势了 武汉斯塔的现在进攻 已经有点拖沓了 他已经丧失了地图的控制权 选择继续来慢打中路 小鲁鱼在各种位置 刚刚拿到了一个双杀 卡尔在那里不停的peak 现在已经 拿了两个人头就收 也不贪 MTG选择把中路区完全放了 要偷了 背身 这是一个背身阿兵 看不看 主要是看不看这个枪位 这心也太大了 啊不看没看交叉火力 先打下面 太远了这个距离 不是短剑的有效射程 是他选择了先打近一点的 是的卡尔那个位置有点尴尬 把卡尔给卖掉了 估计卡尔听到爆点了 但是没反应过来 你看这波哎呀不该放的 这不应该是有一个打一个 让卡尔去兜底 一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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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洛在下包了 莫洛今天发挥也很夸张了 已经八个头了 哎太难受了 哎呦哎呦别说了 我天哪 哎 你死了 我被反杀了 我吓人了 差爱秋灵啊 啊直接一打直接进 气势太猛了 这一边啊小李真可惜啊 碰了几箱啊 蹦蹦蹦蹦蹦蹦 五枪 应该是有五发 老师还是被莫洛拉扯 对被他拉扯出来了 看下去 你能接几个啊 传言传两个 三杀 还有 残血再来 五杀了 五杀二兵 天叫神兵 他有这颗烟 兵哥你防防头防吗 可以可以 这是极井局啊 我那位是包装不了了 这也不是自首的 必须抢 继续抢 OKOK 这是极井局 两边就是刷极井的 我觉得两边都是能够打出 非常多的可能 因为两边的细节这一块的话 都不是特别的细致 所以是非常容易大刷屏 你看又是甘拉 哇这边还在甘拉 阿B要复刻再来呢 别这样打呀 五杀三杀 哎呦一辰印度 是的 这边还是印度 哎呦对太冒险了 那佩佩 狙击枪来收割一下吧 两把狙 二打三 但是一斯大 但是一斯大这一波 为了进阶阿B 有点太亏了吧 是的 我看到第一时间是有道具 但道具全被防暴装着防住了 有高闪 也有雷 但是防暴装全防住 打得太着急了 烟雾弹也没有起 可能是利用闪光铺路 节奏发生的太快了 枪线啊没有打好 嗯 一号位二号位 冲的确实执行率拉起来了 但是这个 酒窖那边 由于酒窖没有枪位 所以阿B那个枪会打得特别的疏忽 没有 没有一个枪位能够有效的反制到阿B 我爬在地上 没看到啊 开着进挪过去 所以他继续进在下面 稍微弯了一点点啊 不过这个位置还是堵住的 你们继续看阿B新星 继续亚一 OK 他继续 那我阿B这边还会不会打提速呢 这边压了一颗 B通的 B包防潜顶的一颗定点雷 这边是一个炸包点的一个定点 B听信息闪到你了 包包 你的信息被拿到了 怎么办 你这个时候需要做出选择了 是撤 还是打 哎 两边 两边那个前点撞到一块 好像似曾相识 凶点 两个人都不是特别的硬 牙医也不是特别的硬 包包也不是特别的硬 当这两个不是特别硬的人碰到一块的时候 他们的萌生了同样的想法 就是都撤 先撤 是的 没有人想打 都想着稳 都不想着去 做风险上的一些博弈 是的 这也是选手的个人特色和个人性格 要是换别的人 像 像今天的末路 碰上小鲤鱼 会直接跳出来了 没错 我觉得这换成 换成皮带 这次直接就抓了 来看一下包包 敌退我进 敌进我退 这波就是什么 主打的就是一个游击 打骚扰 你看包点二号位的末路 也已经运到了B听 现在整体的防守 MTG完全是围绕着卡尔拿一枪位 卡尔在黄布后面拿一枪位拿信息 牙衣这边形成一个协防 整体看下来的话 这个防守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就是看局部战场能不能打赢 移成这边骚扰了一下 是把290听出来了 但只有一个人 这个动作很假 这个动作很假 但是很假 同时怎么 卡尔没有拿到这个信息啊 包包怎么进来了 把牙衣的侧身打掉了 看一下 放枪位了 给机会了 赶紧代替小集合 但是集合正面的话 说不定会给包包 这边有四号位和五号位 两个人中防呀 必须还要靠小李宇带兵去突破吗 还是绕一下 很难进 看一下道具 还没在哪打掉一个 呃 佩佩怎么死了 地下室 地下室290 一身砰一个 再看 米洞 怎么干 怎么办 是把290啊 包包发力了 嗯 没错 这波正面全部选择应接 而且都是主动打 打了他呢 打了手套 只套有点滑 杀不到了 我的手机好滑 摸来摸来摸来 手机好滑 OK OK 我这个手机有点 他们的枪有点滑 但是手是不滑的 包包还是击杀 还是不破的 现在是一个4比2的比 哎 又是主动手机 看到了 看到了两个 拿到信息了 怎么说 这波要转吗 应是肯定应不到的 因为他不可能顶出来 这波信息 牙医这边 这边应该是知道 队友是给了个闪 闪到包包的 拿到手机反馈了 牙医困到这个位置 包包心里是有他的 包包心里面是有你的 看这边会不会打一个 牙医这个位置的一个反亲 中路你可以看到 MTG这边是集结了三个人 在疯狂的试探 这边肯定是要随时打一个反亲的 而A包点完全形成一个放房 中路人员过多 所以A点选择放房 B点选择顶房 这个防守策略 动态防守 比较合理 但 伊萨上来是拿到信息 卡这边是因为跳局 直接打掉了慈渊 一个非常规位的跳局 运到了A点 果然 知道你B点中人多 过来直接想提速 打一波A点 有点放房 看一下小鲤鱼 怎么去配合队友 去打波反亲了 嗯 东西过来了 是的 哇全放 绕吗 二号位在绕 牙医绕 牙医绕 但有人在盯你啊 包包在盯你牙医 墨鲁这边选择 挺反应了 这样架啊 墨鲁敢架这个枪位啊 天呐 鞋机先 哎呦看到 米兜一枪带走 佩佩 完成了一个居上的队位 大家包包这边是盯到了 牙医这边倒地了 卡尔知道 这边必须得提速了 米兰喷子喷掉 好聚啊卡尔 卡尔很稳 所以这波是逐个击破啊 正面打赢了 3比4 MTG再拿一分啊 也不算亏 4比4也算是一个 能够接受的一个 上半场的一个比分 你吗还是 鼻动还是抢吗 你们就给一个伞 然后正常手 我这把缺A了 我给上 我给上 鱼一 你给上 他缺A了 不控中了 不给你搞中路了 我巩固一下A点啊 A点不能一直放 宝宝抓到习惯 这边想插个雷 针对一下牙医 哎 撞上去了 看到了 掉头就跑 所以啊 这边我以为牙医 只顾着看小地图 没有忽略了这颗道具 A点形成了一个重防 B点放防 卡尔配合牙医 一个手夹齿 一个手高抬 是的 一旦到了 稍微比较关键的分数 武汉伊斯坦的进攻 就开始慢下来了 试探啊 哪怕放枪也没事啊 不用担心啊 知道对面拘手少 敢针对配备这个位置的人也比较少 而配备的打法 也是非常的激进 词员更偏向于架点 而配备更偏向于进攻 拿手杀 为队友创造开局的优势 对对面第一枪位上施加压力 让MTG一枪位拿不到信息 这样能够为自己的进攻 创造更大的主动权 是的 那MTG这边的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一个212的常规防守 来 慢慢慢慢的 A点疯狂的漏居身 A点是一个22的防守 两个人加一个连接位 B点 卡尔已经补到了中间 去跟怡城去碰一碰 包包已经运到了红防的近点 B点随时可能会提速 那只有牙翼一个人 这边要来了 渗透了 道具都没有要渗透你了 牙翼 头皮又会露 露大了头皮要露 一个划斩贴包点 打残了 没死就行 拿到信息等队友吧 反正也是造访 别死就行 没死已经是转了的 但是现在信息也都知道了 在B点 但是E star好像并不打算让你活啊 选择主动两个人一起抓你 牙翼 牙翼选择位置很靠后 你都被盯住了 B点施压 是为了造成你A点的跑位 而给佩佩创造击杀优势 这一波调虎离山也算是成功 36G 这一季用的好啊 牙翼的位置其实也很尴尬 但是他队友摇过来了 把小铃鱼给摇过来了 但是卡尔这波没队过呀 小铃鱼也发力了吗 打了两个被陌路终结了 阿B再把 资源给杀了 现在 佩佩补掉了 还得是佩佩 5比3 这已经是形成一个六四开了 毕竟还是爆破 毕竟还是 伊萨的 乌尼斯 然而在中期的时候 开局的时候默认的防守 MTG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基本的防守 但是A点没有太多的动静的时候 也没有人去牵制或去 去盯着佩佩 而且在最后B点丢的时候 米豆选择应对 应对的话就没有对过 同时呢 卡尔选择去补中路那一块 B听是没有任何信息的 我觉得中路那一块的信息 应该让牙医去拿 如果说让卡尔这把G去拿的话 牙医这个位置会很难打 这两边 MTG在中期的时候 跑位是 博弈上面是没有猜到 伊斯大的一个大致动向 但其实 全注意力全在配备那把G上 对的 那也是伊斯大想看到的 觉得有一点点重计了 但全MTG在今天的爆破当中 还是表现啊 还有进步啊 都是能看到的 要比之前小组戴的爆破进步不少 嗯啊 是的 但是放防和放防重要的是反星的技能啊 反星就是意味着大量的道具研究 和一些特殊点位的一些针对 而MTG明显没有准备好这一系列的动作 这边应该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嗯 现在来到了MTG去打这个进攻啊 伊斯大去打防守 而伊斯大这些队伍的防守 更多的呢 呃 还是一样啊 围绕着两把G去控两边啊 这两把G一个凶啊 一个稳 配备的G偏凶一点啊 可能会打一些非常规的前顶 或者说 呃 组织一些队友去打一些反星 而此渊的G更多的像是一个炮台一样 他能够镇守住一块区域啊 保证不会露人 嗯 但是MTG这边也是清楚的 相信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对局当中 会格外的小心 小心伊斯大的双G的 嗯 他们也清楚 但是具体要做出怎样的一个对策 去应对 还是比较考验MTG的指挥和团队协同的 是的 要看一下MTG现在的一个进攻时的一个 第一波的一些道 一些呃 战术 比如说看他看他提哪边吧 如果第一波被接住的话 对于提速对我MTG来说的话 是一个受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受挫 因为他他如果第一波提速接住他 他是不可能继续再去 呃 这个边路了 他这个肯定是要换战术 他要慢打 但是慢打的话会进入到伊斯大的节奏当中去 如果两波提速得不了分的话 MTG基本上就走眼了 他慢打是一定会被武汉伊斯大逐个击破的 选手这边是 设备在调试啊 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会儿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赛前的一些 就论上半场的一波分析吧 上半场看下来的是呃 MTG主要落后的点是在于边路的控制 在中期的一些调整上 开局是打一个212 但打到后面两边跑着跑着 MTG的防守就变成了一个这个320啊 就就B点就放了要么A点就放了一个这样的就形成了一个赌点 感觉他们吃吃到的信息是武汉伊斯大是在时间进攻时间被压缩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波边路的一波提速啊 但是MTG这边是堵错了啊 每一次都会去打一个这个放防和另一边的一个反清啊 然后呢 回防的时候这个道具啊 就是包括一些高台的道具啊 或者说一些鞋筒补枪上面 最大的一个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是武汉伊斯大这边是顶的 因为他在进到点点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 而且第一时间一些枪位的信息是没有被拿 被没有被伊斯大回防拿到 而武汉伊斯大这边是没有被MTG拿到 而武汉伊斯大这边是主动顶出掩体啊 你像刚刚最后一把的时候 牙医被顶到了 被控到了整个地下室都不敢踩 两个人陌路配合 包包两个人主动去找着你去打 那个枪位完全废掉了 感觉武汉伊斯大明显在这张图 甚至是他们打爆破 他们的战术是更加清晰 并且直线性非常强的 一方面是临场吃到了MTG 他们放防而且不敢打主要是 包包那个位置 只是要去前顶去换人找人就行了 然后又把手臂的人完全清出来 一换一就行了 任务就算完成了 毕竟两个人抱团嘛 防守方想着拖嘛 一个人如果牙医死了就背锅了 他肯定不能死 但第一时间队友回房 上面的就是黄布那个高台 那个地方的压力给的很小 所以那两个人敢抱团 一块去空地下室 两个人去拖牙翼一个 而正面没有太大的压力 两把鞠在后面当炮台 卡尔一把鞠 没办法对 奇教小课堂又开课了 分析的头头是道的 现在毕竟这个技术暂停嘛 必须得给大家去聊点 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这个 彼此之间可以去这个发发弹幕互动 可以发弹幕问一下 现在反正也没事 咱们就随便聊一聊 这边技术暂停嘛 必须得讲一些废话 不然不讲一下 不讲一些废话 就在这里就没有事情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废话呢 因为你们看到 现在是一个技术暂停 这个来到这个下半场 就是如果MTT想要去追分 如果想要在这张地图当中 去战胜武汉伊斯塔的话 我觉得对于 这是对我来说 首先他们非常出色的两个前点 小驴这个位置 如果他是打 继续去打自己打290的话 那他的这个位置 就会非常大的受限制 他就是只能去控这个酒窖 或者说去控这个中置位 就这个连接 去刷连接这个枪位 我觉得可以去增加一些 阳工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武汉伊斯塔的两把鞠 控两边 他们两把鞠的第一枪位抽人 是非常对MTT提速来说 如果道具一不留神没丢好 那可能会直接上来就吊人 所以如果要打 必须先让卡尔过来先对一下 至少 至少得让对面的鞠第一时间的枪位 让他不要拿得那么舒服 如果选择盲打的话 MTG除非烟雾弹 烟多 把他这个鞠的枪位给他烟掉 然后去找他们的前点硬磕 武汉伊斯塔的前点 如果真要在没有鞠机枪加持的情况下 是有点 没有办法给MTG前点去拼一拼的 所以主要他们还是双具体系这个点强 所以说卡尔 虽然说需要卡尔去突破 但其实卡尔自己也知道 对阵到武汉伊斯塔的双具的时候 自己还是稍微有一点压力的 他毕竟一把局难以战胜两把局 但是现在米斗起居了 在米斗帮他分担 但是这个分担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主要是伊斯塔他们打爆破空投能力太强了 都很难给到卡尔发挥的空间 包括小鲤鱼也会有一点点受限制 但是他们的话从今天的状态来说 还是很多的去打个人实力的 所以说说不定也说不定 是的 武汉伊斯塔的强势点在于 佩佩他能够很好的去连接前点的人 形成一个偏激进的一个防守 你像枪毁弹区他可以单人去渗透到板楼 防守方主动去打一些非常规 因为他的这个局的准度是非常在线的 他对自己的局是非常自信的 所以他会去打这些操作 同样在通尼斯这张地图当中 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来 虽然还没有开 但是我也能够做一些猜测 他的这个 好了那比赛开了 我也是不讲废话了 我们先看一下 王汉伊斯塔这边防守方 如何的去应对到MTG的一个 双突破的一个体系 我们来看一下阿兵这边 主动是防爆装置起手 这边信息已经暴露了 防爆装置的声音应该是被 王汉伊斯塔听到了 来要打一波提速 连接位主动直接选择硬打 包包直接拉掉了牙医 这边没有道具的加持 这无意义在送啊 小鲁鱼现在怎么办 两个枪位 一层的位置也漏了 给了颗雷 卡尔这边狙击枪断后 你看阿兵在九角那个位置 直接被收掉 我前面刚强调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要提边路的话 不去想办法 给对面那个狙位 施加一点点压力 让他走开 你这个突破基本上很难进去 你进去如果狙击在瞄 那个枪位你就直接遭受 是的 小鲁鱼这个也是放了 但是自己的位置 其实是有点危险 他能换一个就可以 脸上有一个是接了 刚刚五号位的位置 大概也是可能清楚的 可以尝试摸一摸 但是主要是自己 他现在很危险 他现在没有 没有牺牲位了 只有自己一个人 是的 那慈原在摸 这边要强行进点了 包包 带包的人过来摸 小鲁鱼 他知道小鲁鱼在这 但是他是一把短剑 他不想跟二九零硬钢 动起来 慈原一枪带走米豆 米豆这边在狙击上面 控图能力上 还是要落后一点 这边再来 卡尔 想从两个枪位 两边去同时渗透 有机会 包包在打掉 中路迷了路的小鲁鱼 两边的队友 本来想形成一波转B 结果两B点的人都死了 迷路了 别害怕 A给我杀了 你那个位置 只要不漏 A他就打不到你 好好用的 听我的没错 兄弟 看得出来 确实害怕 是的 1比0下半场换边之后 Estar也是顺利拿到一分 6比3 提速被限制住了 阿宾提速被迫得放缓 关键还是要看卡尔 有没有解敌的办法 卡尔这边必须要去 跟配配队区 或者说要去找磁原队区 是的 不然有可能换边之后 说不定 RT这一分都拿不了 因为玩Estar的空图 太夸张了 就可以简单点说 就玩Estar这边 对面是两个弓箭手 这个MTG这边是两把长剑 长剑禁忌就被弓箭手射掉了 很难打 又没有盾 这边是默认空图的时候 你看我刚说完 佩佩喜欢打些非常规潜艇 佩佩一把G上来就 他能够惨死在A1 说明什么 这名选手 他这个激进太激进了 他这个人比较 他这个GG手比较自由 是的 他其实就是为队伍去创造一些 开局 对对面那些枪位 上面去创造一些非常规 去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 出现在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位置上 利用他G的优势 直接划闪 撞到了牙医的枪口 这边宝贝也是很聪明 摇人了 老是打我连接 我喊马G过来 小鲤鱼倒地了 阿兵先透 但是后面的兄弟也过去创新A了 天呐 这我说磁鱼就是什么呢 就像一个炮台一样 就他不需要去像佩北洋去干一些 很大胆的事情啊 他只需要说兄弟帮我看好中路啊 磁鱼就会帮你把这个位置看好 然后在那个位置直接 直接秒三个 你们你们做吧 B送个去进点 B送个去进点 走走走 OK 罗机长 中路要逃吗 他中路 送进点 来看一下 送谁 怎么送 往哪儿送 又是一波非常规战术 利用道具送人 阿兵来了 突破算了 兄弟我出来 果然给淹了 终于舍得给淹了 淹他的枪位 让佩佩没办法发挥 去找牙医 牙医去找 墨路在双孔下面 哎呀 两个人怎么拉一个位置 小鲤鱼补枪很快 290跟290之间的对决 一声啪了下来 他先怂了 坦是他给米豆喷了 是换了一下 但现在人数差还可以接受 是2打3 怎么办 小鲤换上了短剑 卡尔还在A大 小鲤这边根本没机会下包 卡尔必须得先讲办法 跟队友会合 创造一下下包的条件 哇 过点 直接被佩佩带走 那又难了 其实这一局 速A是很关键的 对于MTG来说 是的 你看两把 两个前点没法 这两个突破的时候 有能力 有反应 有枪法 冲不进来 中路 好一把 帮我架一下 波波 OK 中路是吧 对 我再帮 太难了 就是说有烟雾弹 但是两个人 两个前点 拉同一个位置 没有沟通好 失误 是的 3米8 节奏又慢了 就是来到了 Esta的局点了 但是MTG还是难呀 哎 后面有卡尔 你看佩佩又顶了 防守防松 必听直接顶出来 这谁看的 这谁 这能不迷糊吗 天哪 这像是 牙医真难受 牙医真难受吧 佩佩根本不算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 狙击手 他只有在残局的时候 叫狙击手 在开局的时候 像一个自由人 就我觉得打 打佩佩这种选手 开局30秒 啥都别动 就架 你就架30秒 他不出来 基本也不会出来了 他就在这30秒钟的时候 去做一些操作 可以搞一下针对的 来看一下包包 能不能接住 两个人同时拉 可以 阿斌 直接带走了包包 再一局米豆 可以 黄颜色 狙击手的队位 米豆队赢了 米豆其实今天手感是不错的 这有七个击杀了 主要是今天是牙医 还要生法失误 没跳上去 反而被打残了 阿B想陈胜追击 主动打你 再抓 可以 天强 直接抱头击杀 带走怡城 现在是一个四打一的局面 飘驴 主动出击 一喷带走 双前点的发挥 追上一分 4比8 他应该是双臂开 然后转到狗洞的 嗯 慢打慢打慢打 他上把顶钟 那现在这个分叉还是有点难追的 这些机会不多了 看能不能尝试拖到加持吧 嗯 欲宝点 前顶雷 阿斌控酒教 这边应该是要给B点施压 骗洞 给伊斯大人骗走 阿斌找机会 渗透一下 但凯尔把佩佩给锯掉了 现在是一个三个人 阿斌一个人拖住了两个 给倒锯了 Flash给上 高闪没有收集反馈 要突破了 小驴你冲第一个吧 别让牙医冲了 他真坐牢了 奸枪拉一下地压史 上去 要控了 硬控 牙医怎么说 打防暴装置 哎呦 你说你打防暴干嘛呀 哎 那防暴队里也没有什么威胁呀 这个点稍微有一点浪费掉了 不过现在还是一个 哎 撑到了 哎呦 波波直接被穿掉 转转转 为什么 阿斌 我们可以看小地图 蓝色方 1号位 阿斌已经射透到 防守方复活点了 这边赶紧转 这波也很有希望 现在一个四打二 还有包 已经转A了 但是末路这个位置 看和小驴对拼了 还得是分子 小驴的突破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阿斌呢 突破能力毋庸置疑 那又是双前点的发挥 再追一分 这上来就是开局就是要打一波fake 打一波阳弓的 不是 他们中了一把 他们上把一点有两个 他们上把一点有两个 可以搞把B 这把可以速 来 可以速B 上一把是阳弓 因为为什么 因为酒叫放人了 放了个阿斌 阿斌早就会渗透 三个人打得很凶啊 牙翼已身入局 胜天半子 将队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来看一下阿斌 这波是主动选择提速 不打骗子了 看这一句 词原 哎呦词原 小鲤鱼 当然阿斌也把包包给放倒 什么说 你这十字弩你想干嘛 你想翻天吗 十字弩有点夸张了吧 你好好的父亲 不要用十字弩 天呐 打定位吗 来看一下 万一大这边如何回防 和反清 道具看一下 手上是没有道具了的 反手压一个道具 一颗雷先慢一下 让你慢一下主动 三大三过来 我三个人抓 这位置很夸张 哎呦 这不太可惜了 这不三个人主动拉一个人啊 这一边啊 这 怡尘这么香嘛 这么都想去打怡尘嘛 怡尘往前跑 三个人冲上去打 信息 信息都没有收集到 微生产的两个人 不知道在哪儿就直接冲上来了 感觉 MTJ也是追分追的 有点小上童了 嗯 MTJ这边是 让我们看到了 这支队伍的执行率啊 就是锁定敌人之后 不留余力的 直接三人同时上 这分光啊 感觉还是 还是要好好地抠戏一下 刚刚最后那一波 确实 你可以看三个人的枪权 都在看一城 那一城一个人冲上去 就感觉MTJ很急 很想把他们杀掉 嗯 他们毕竟是后面换边之后 有两分都没有拿嘛 然后 速攻之后看到效果了 感觉 手感也上来了 心态也稍微有点急了 不会可以离心 是的 我觉得去说MTJ打得不好 说他什么点不好 说他战术不行 或者说这个对魔盒 但是你不能说他补枪不行 他每一波提速补枪都很快 所有人都在 都都冲着那个人去 这个补枪是不可能补不上的 所以 MTJ这局打的呢 给我感觉什么呢 是他们双前点发挥 有点局限了 由于他们的手段 还是比较少 他们 没有太多的一些 手段的加持 去调动武汉伊斯达的双军 或者说去影响到 武汉伊斯达的双军 中间倒数第二波的时候 那波战术打的还算可以 那波是 开局 阿兵单人上酒窖 控谱 然后 毕听去第一时间 去打第一时间的区域控制 让武汉伊斯达的人 拿不到毕听的信息 拿到毕听的控制权之后 慢慢的给B点施压 然后牙医的一波倒地 让队友形成转移 彻底的让伊斯达认为要打地了 然后将高台的人赶走 然后 转移的同时 阿兵开始 这个提前不好的棋子 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开始去渗透 队友在进行回防 这波战术上打的还算成功 是的 但其实从短队数据上 也能看出来 其实这两把的话 这把的话 MTG是 击砂上是完全不输于武汉伊斯达 你看总击砂 都是51比51 助攻甚至还要高于他们 KD也是相同的 主要就是在这个慢下来之后 这个战术还是要跟 武汉伊斯达要差一点 但其实 MTG他们的个人实力 卡尔 阿兵 今天都已经杀出 几近来了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 个人数据面板 MTG 这边的最高击砂 给到了阿兵 1.7的KD 1.93的战斗平分是非常的高的 虽然说这个MTG输了 但是阿兵应该算是败方MVP了 看一下 武汉伊斯达这边的最高击砂 给到了末路 14-9 1.6的KD 1.35的战斗平分 而你可以看 佩佩 9-10 她的局并没有发挥出太多 因为在这个 防换编之后 佩佩的局主动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是有被米豆的默认去珍醉到 没错 她太想做事了 是 我爱因斯达的话 今天五个人 所以状态是有点 有点飘的 但是还是比较 也是自信嘛 抬到自己的 爆破 来到时常是比较即兴的 来看一下本场的MVP 给到了重启 给到了武汉伊斯达的末路 最低值1.35 一杀14 美国之上 103.21 三回合最高击 杀死MVP次数三次 是的 只能说进攻方的时候 玩一大打进攻方的时候 防守方MVP 感觉那边其实那什么 就丢分丢太多了 下半场没打好 下半场呢 打了 战术 打成功了一套啊 但是更262了要 是 但是这张图 他们两个的战绩都一般啊 数据是一模一样 那就是打了四场只剩了一场 嗯 都是25%的地图胜率 这就是什么 262对阵到小鲤鱼的R90啊 究竟是坑神老喷神 还是星镜喷神啊 嗯 这张地图啊 也是有非常大的看点的 262对到R90 一个是R90人助力 一个是262人助力啊 虽然这个262人助力 已经是之前的一些头衔了 但是在上一场地图当中 上一场比赛当中啊 坑神的262也是拿到了最高击杀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雪山之巅员MTG选图选别 我们来看这样地图上面 两边的一个动状 我们来看阿兵 对 阿兵这边是打太飘酒 主动先清二楼 拿到了一个双杀 掩护队友点内进点 是的 直接抓捕我点 但去抓捕我点的一个人 这打出了一个连的气势吗 把点内的人清了 还想清外围的 是的 卡尔将点内拿到一个双杀MTG的两把长枪 发挥还是比较出色的 是的 新的踩点还是比较顺利的 点内也有人 点外也有人尝试破破点 但是这一次 末路想带人杀进来了吗 找两个兄弟 芽姨穿两个 芽姨在点内站了很久啊 是的 过从天而降 让点里人清出去 现在伊斯塔从两个枪线 两个维度开始进攻 哇 枪满了 包包这边达到了一个双杀 嗯 现在 一把一分都还没有摸到啊 感觉在这上面第一个点位 该是MTG要全部拿下了 但是现在伊斯塔 还是过下一个点转吗 也就没有尾分可彩了呀 是的 你可以看到 慈元是上场的啊 这张地图并没有上苏打 之前是慈元去换这个苏打 然后配备换坑神 但这一次慈元是主动 主动上场 打了个短剑 亚裔雷CM炸掉了末路 慈元 断下二楼 哎还有一个 跳下去 前进点卡尔 勿勇 D2H的一波双杀 坑神一喷带走 还能再输出 R90战胜了坑神 然后是坑神一圈圈圈排好发挥 慈元中 哇 这位置接四个 全穿了 一条爆头线 直接穿掉了是吧 是的 短剑在这个距离就是这种高的爆发 我有这边下点小鞋想调整姿势 哇 牙一禁点被莫洛拿掉了 人头 这个点应该是要放弃了 不要了 吃尾分了 不要了 那下一个点提前布局 卡尔已经到了 卡尔边上是没有保镖的 同时怡神在找他 好在怡神这边是被收掉了 卡尔这边蹲到了他 看伏伏脸能不能守住 对 他们已经MT就很早 已经往下一个点去转去部署了 看能不能控住图吧 如果的话在外围 杀了两个 现在只要能站住我 看能给看住我 67 68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阿斌开启了自己的黑洞枪 要过来帮队友去打副后卫 走个半天发现没人 赶紧去补正门 要结束了赶紧给吧 赶紧给 要结束了 黑洞枪吸一个 可以 一三二感觉 正面感觉正面有点碰不过MTG 是的 很难碰啊 你看看只拿到5个击杀 是坑神很明显 人被小鲤雨啊 包括阿斌啊 杨姨给有点架住了 没法发挥出来 末路的这个等化枪打了两个 也还可以 看一下这个 红队帝 是不是收获了一个小鲤雨 是的 阿斌在打掉了一城 下一个点MTG又是率先到达 我已经踩到了 踩住了 立住了 队友复活 这个点还没有结束 是的 MTG是有很明显的取舍的 他们主要还是要 赚大分 而不是说去抢那个尾分 凑这个小分 是的 坑神拉起了复活攻 要近点 牙力在点那位收掉 然后去往复活点去推测 去推 编路三个人已经在 雪道集合了 铁铜这边提速 阿康开起了自己见面 提速了 见面者打了两个 但是坑神给他终结了 但是刚才他们好像 这样开了不止是一个 不只开了一个 但是我还一直到这边也想开 立爪 想清点内的人 点内人已经停掉了 进点了 进点了 一城没有站住 来看一下布偶 布偶进点 不进吗 等队友 在点外已经输出 台表就再拿一个人头 四杀到手 这边这被坑神收掉 坑神在点里面转起来了 点内三杀还在输出 阿兵一个跳枪配合牙一 完成了点内的清品 没错 那这个十分 十分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三号位出去绕 没错 阿这个分数的话 也是领先了50多分的一个差距 是的 不有MPG这边主动顶出来 一大想压缩 结果被反冲锋了 他进点里面 看下包包这波 没有打过小鲤鱼 小鲤拿到了一个双杀 没有262 没有290的小鲤鱼 输出也是非常的高 没错 在点内 两个兄弟在站点内 但是 末路穿了两个 不 我要被包围了 不 我要被包围了 先清屁股的 还在输出 坑神 疯子发挥了优势 拿到了双杀 卡尔补枪 点里面拼抢是十分的激烈 是的 二楼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拼抢 现在整体控制权 还是在武汉伊萨的手上 这个点开始慢慢追分了 这个点已经被伊萨给控住了 应该可以拿很多 但是他MTG想不想让这个分了 很明显是不想让的 但是怡神这个门是看住了 收获是很不错的 9分 这个点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这个点衔接的第二个点 没有所谓的优势劣势 更多还是看选手 个人能力的一些发挥 看一下牙一 牙一的手感好像逐渐开始有点回暖了 已经拿到了18个击杀 这两边的状态其实都很火热 包括阿兵 哎呦 牙一再拿两个 发挥都很好 是MTG 这一轮的手感全上来了 外外还有小鲤鱼想开弓 直接开弓 有收获吗 左右两边开弓 哎呦 看谁的复活弓 换掉了小鲤鱼的复活弓 看谁的贴脸被卡尔修掉 哇 这两个复活弓都有点惨 都没有去完成一波 非常关键的一波救场 是的 但你每个等化枪也白给掉 但是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点位一直排开之后 MTG又可以排很多分数了 但是 是 有人要突进来吗 正面急速了 也很好 不 等化枪拿到了个双杀 可以 找人 找人 没什么人了 现在我还已经不太敢去抢这个点了 是的 哎 跳下来吗 哎呦 宜辰 下面打正脚下是有点劣势的 等化枪还有子弹 磁渊开启了战斗机器堵门 从背身杀出来的卡尔将磁渊收掉 那玩意大落后快接近100分了 伍有RV双杂 关键的两边人数的互换 但是点内的话还是MTG的人 而且还不断的从这个复活点赶过来 这MTG 现在我和EESTA想进点有点难 这两个队伍就是一个发挥 两个队伍就是一个风格非常明显的队伍 是的 就你KPA EESTA这边是双狙爆破发挥很好 但是你看看 双狙大哥下掉一个大哥 就围绕着前点 但是前点对于EESTA来说 只有末路是一个输出位 但是MTG这边的热点能力到前点来说 你看有阿兵 然后牙医起状态了 对吧 然后小鲁鱼 小鲁鱼就是稳定发挥 然后卡尔的热点也不错 对吧 卡尔热点算是众多狙狙手里面 在热点地图里面发挥算是不错的 所以个人能力这一块两边也不拼战术 也不拼体系 就是拼个人能力 就拼枪了 但是会发现前点是真的有点拼 不过 特别是刚刚这个点位 他刚好是比较擅长于 额 率先站住点的人能滚雪球的一个点 所以说现在分差一下子来到229了 已经拉下100多分了 看能不能在这个点上终结这局吧 应该是要终结了 末路有动画枪 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开 后面没有足够多的队友给他做支撑 小鲤鱼 心里面没底 主要给的前点给的压力太大了 但是这次小鲤鱼倒了就看能不能顺势进取 但是自己的兄弟也全部被人数给互换掉了 亚依这边开的是有利爪的 应该是怎么说要追封了吗 因为现在他稍微摸一下 MTG一波轮换去摸一下就可以终结了 这边看一下 我 要射没打过 后面有队友补枪 后有怡尘这边补的很快 后有伊斯大现在突然间全员上点 打的MTG有点措手不及 这个点不要了 去下个点控 结束你下个点不可能说5分是拿不到的 因为他现在不急 现在分差是很大的 但是 我伊斯大还是不想放弃啊 控制这边直接开弓 断掉了后面的人 点内的人也在轻 这你的翻盘开玩笑 这都想翻盘 我伊斯大的心确实 我只能说他的心 他的梦想 很大 对 但是现实是不可能让你完全翻盘的 啊还在输出6杀了吗 坑神 AGM在炸 爆点 完了 你这太急了 空队地炸防顶去了 他现在疯狂的看小地图 点里面有没有队友 赶紧进点赶紧进点 伊晨能不能活下来 伊晨在打掉小鲤鱼 发生什么了 最后5分这么难的吗 MTG感觉最5分比250分还要难打 但是这一轮感觉有机会 主要是伊晨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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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突破了 恭喜MTG 恭喜MTG 这一局热点 双方打得 感觉他的拼枪是挺爽了 恭喜MTG 在热点模式中完成了碾压啊 1比1 将比分来到了1比1 而接下来就轮到 YSTA去选途选别啊 可以看得出来在这张地图当中呢 YSTA的前点的发挥 确实在对阵到MTG的时候 是有点力不从心的啊 有点吃力了 是的 而作为首次上场的词渊啊 发挥还是不错啊 就是他的发挥去对比一下包包 他发挥是比包包要亮眼的 比包包发挥是要出色很多的 可能是他附件嘛 可能前段时间一直在附件G 而这一次刚开始把自己这个短件 附件回来 然后会慢慢慢慢的在热点 或控制模式中成为首发 对 因为热点也是一个比较 容易找到手感的一张地图 其实包括今天MTG MTG也是全员发力了 是的 感觉状态都很好 每一个人 甚至米豆 甚至米豆在上一句包扩的时候 就是状态也不错 他的G也相比于之前的G来说是比较靠谱了 那今天的热点也是换上布偶之后 输出上打伤害也是打了不少的 嗯 我觉得还是一方面是坑神的262的发挥 没有特别的出色 没有给到MTG的压力 同时包包 还是包包这个点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Esta来说 包包这个点 它的强度不够高 就是让Esta的前点有点 有点双拳难敌四手的这种感觉 如果包包的这个火力点能够支撑起来 我觉得Esta的前点还是能够提升上来的 当然也不能将重心全部去压在包包上 但是就论这些选手的表现看下来的话 包包在前点的这个换人效率上面 还是真的尽可能去提高自己的一换一的能力 才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 来看一下上一场的团队数据情况 总计刹139比164 助攻56比66 主要还是在热点的占领时间上 MTG是大优的 因为他们的前点一旦钻进去了 钻进去这个点位了 他们的前点很难突破的 嗯 所以说给到了这局的旋转之间 给到了武汉Esta蛮大的压力的 嗯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是在这张地图的复活点控制上 MTG永远是快武汉Esta一步的 是的 所有点都是啊 所有点都是MTG先去控到下一个复活位 并且边上还是有保镖的 每一个点位MTG都决策的非常的果断 而且是执行力很强嘛 所以说是收获比较好的 来看一下 个人数据情况这边 MTG是全员发力 反而是阿兵前市 rating值是最内最低的 由此可见 这MTG真的包括布偶 牙医今天全部找到状态了 每个人的战斗平衡都在一分以上 是的 你可以看玩Esta这边包包的状态 真的有点萎靡啊 有点低迷了 需要赶紧找回自己的状态了 嗯 是的 陌路的话 陌路的话 其实被打的感觉 找不到状态了 是的 而陌路也是依旧稳定输出 37-32 我就没见陌路的这个热点模式 就是拉跨过在这个队伍里面 他的这个发挥一向是非常的稳定 而MTG的前点包括这个前后点的一个鞋统 还有复合点的控制 卡尔控的都还是不错 MVP是给到了小鲤鱼 他们很擅长慢下来这种拆分力 所以说MTG虽然他们也有战术 也有执行力 但就是慢下来之后 会被玩Esta拿捏 嗯 没错 毕竟一把局辐射的地图还是比较小的 是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就是我所说 玩Esta是选出了枪火战区 也是玩Esta众多图尺里面 最自信的一张地图之一了吧 没错 这样图是很自信的 来了也是选择了防守方 进攻方TG 好的 来看一下 又开始默认了 挪了一下 A点的词源直接被卡尔一局穿掉 嗯 是的 知道这边少人啊 队友可以过来 准备打一波提速爆弹 狙击枪掉了 前点可以顺利进点 可以 翻一下 直接 带包 带着保镖 进A A点是没人的 嗯 下包 包都下了 医生还没有回防 啊 医生还在蹲 医生在那边还在蹲 不知道他在蹲谁 可能想的有点多啊 回来了 30秒钟 当他来到前点的时候 时间应该会 还剩20秒 在他们慢完之后 还是要尝试提速的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人 输得略识 这还有一个人 埋在这里 后面还有卡尔 在出力 而这一枪空了 哎呦 小鲁这边是 没有补上枪啊 一打二 牙医站住了 一打一 知道一辰 知不知道在屁股 但是时间不够了呀 哇 这波 这波一达 拉扯时间就可以了 嗯 这回防的时间 压缩的太短了 他刚刚上边 两个局 顶一打了 一打给严 然后苏币 一打给严 我给严 我给严 这一波是慢下来 有点 我还给自己玩拖了 嗯 哎 宜辰那边想的有点多 因为可能是宜辰发号施令嘛 所以他正面 一直没有 强行提速 啊 这边要打提速了 后面有队友 看一下 有闪光带加持 阿兵 可以 能差点穿三个 包掉这儿了 陌路不会还能有收获吧 这个位置 小鲤鱼和后面的卡2 必须配合起来 是的 陌路应该不会漏 外场丢了 但知道你掉包 花生到弹药箱 哎 正好坐开 弹药箱是有人的 先打你一个 五枪 两边是完美错开 把包捡上吧 早就先捡个包 再决定怎么打 二打二 还是个包包 加个慈渊 慈渊还没有开张 给亚克雷好险 还不捡包 继续压缩 趴过来的米豆 米豆啊 这叫顶级老六的打法 趴在地上匍匐前行 撞到了包包的枪口上 包包是一个非常 不能说他怂 他是一个非常稳 他不会主动去找人 他就喜欢蹲在一个地方 等你过来 其实米豆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次刚好撞上去了 慈渊在多次闹 迷路已经要被架死了 主动送出了一分啊 MTG 摩托你有反爆是吧 嗯我刚给你了 那边 OKOK 抖板还有吗 有啊有啊 OKOK 还是犹如七教说的那样 双方是会有失误的点 造成送费的情况的 是的 默认空图 板楼这边做防软 来看一下佩佩的枪位啊 佩佩有没有去打一些大胆的行为呢 佩佩要来了 哦没有 他选择在铁楼 哈尔 带着队友来 铁打压雷啊 逼这个其实是逼雌员的走位啊 不让雌员拿第一枪位 鸭一跟阿兵 但是选了个小枪位 感觉要中 要中 果然穿到了 倒霉弹 鸭一啊 有烟雾弹的加持 还是被穿到了 是的 但是 三个人的小火车 还是顺利的开到了A点 但是不着急下包 没打油桶 油桶是有人的佩佩 佩佩还是没有开张 感觉找不到MTG的人 老宝这边蹲到了阿兵 下枪架着架着 哎为什么不下包 为什么包点打下来了 去空白房不下包 再拘 但是拖着拖着 队友被逐色击破了呀 因为武汉斯拉太下来了 哇有光啊 慈渊 慈渊这把发挥太棒了 佩佩也开张了 节奏一慢 你就看这两把橘嗷嗷抽 哎 然后手把白房 包包 手把白房 切包 切了切了切了 呃 万里华啊 别别 虽然的局势真准啊 每次感觉他脸上有烟雾 但反而有干扰的情况下 他越来越准了 是的 已经形成了人枪合一 哎来了 佩佩非常典型的一个单人前顶 哎 看你丢了个雷 过来抓你一波 哎呦这不就是牙医啊 看到牙医的动向不对劲啊 你这是要往B点跑啊 要尾随了 哎有人在盯你 米多盯你盯到了 哎盯死了佩佩 佩佩佩佩 这一次被MTG给绑住了 知道有一个人爱往前摸 爱往前抵 不过这一次 还是得顶级老六来克你啊 是的 两个都是老六嘛 但是阿兵过来 是被 呃 一成给杀掉 那现在是一个三打二 不过包还在 哎呦 他还去掉了摩路 二打二 转转 哎你佩佩上来掉了的 但是撞了 撞了是包包 包包听到了应该 哦应该没听到 死记 这个距离应该听不到 还在蹲哎 防你米豆这手断后啊 做的可以 最大功能听到脚步了 再断一个 再断一个 滑铲 可以 被米豆接掉 再看他白防 OKOKOK OK他也针对我 给他防暴 给他防暴 死八大人不怕死他 没事没事 米豆这几波的灵性 是收获不错的 这应该抓到 哇 紫渊 我已经不下四次看到 紫渊在这个板楼这个位置 马鹏跳枪去打板楼这个位置 天哪 所以 所以MTG还是要小心啊 还是要小心他们的这个局 武汉萨斯大尔的局 不论是开 开头的像这样穿 散楼的穿也好 还是说打残局 都会给他们 比较大的压力 必须 必须要针对一下呀 我说 好害怕 我感觉他这个左键摁下去 感觉就要有人头到账啊 这个开火键一摁 包包又打掉拉宾 哎 包包怎么今天打两次了 在哪里死的 白白房吗 一颗定点雷 词员直接炸掉了小鲤鱼 二打五 难了 要被诸葛击破了 加一只能换一个 嗯 白方丢了 给我回方 伴随着阿兵的倒地啊 这纪律性还是得稍微提一提啊 3比2 那兵很喜欢在白房看我中联啊 哼 看啊 把看把被你操 哈哈哈 阿兵你就被摸透了吗 阿兵喜欢在白房去露 是的 咱们现在可以尝试做一些动动了 啊 这两个狙击手在干嘛 在打把在训练场 打把你得看到人啊 这都没看到人 这就开始穿啊 这 太自信了 太夸张了 非常贵的狙击手来到了白房 阿兵再往前走一步 可是要糟纵哦 有个人在蹲一个在勾 一勾一下 典型的两人小配合勾架 两个人主动 一辰怎么主动漏了呀 你让陌路勾呀 哇 这啊 阿兵拿到了一个双杀 奥登 这个距离真的全打上胸了 当当两枪就没了 现在轮到我还是要有点给机会了 还有人敢弄 哎 感觉两边就是频繁暴露一些 失误啊 这宜城有点那什么了 小问题 宜城让 宜城让这个刚刚 陌路那个位置没法去补枪了 他死太快了 他藏起来 让陌路去勾就好了 他主动看人越沉不住气 是的 现在我还是打包包和慈渊 两个人的残局 还剩一个慈渊 在这B点进不去了呀 我想来抓慈渊 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准 让你们付出代价 慈渊的内心的想法 来抓我 你越抓我我越兴奋 现在是抖 哦呦98 3比3平 然后还是多拿白方信息 他白方是露破绽的 白方没人直接就打一打 OKOKOK 我防爆交道率的 来了已经追平了 看能不能乘生追击 我的天好吓人感觉已经重合了 真的有点吓人 别穿了 对真不能再穿了 再看这个图要上半位了 MTG也会长激情的 就是他们两边都有擅长的东西 而且是擅长到很吓人的程度 嗯 MTG的R90很吓人 华汉伊斯大的G很吓人 剪包了 准备打进攻 看一下往哪去转吧 白方没露 既定战术不对 哎呦马枪了佩佩 还能跑吗 跑有点难了 当然打一个已经是很赚的事了 你想跑是不可能给你聚会了 那看一下点里面是谁是 哎边路 伊成过来了 赶得很快 两边在跟时间赛跑 也是抢到了掩体 又是主动拉出来被小鲤喷掉 小鲤也是掏出了290 打了一波提前枪 立马切了一下卡尔的局 看一下屁股 又是磁源和包包的残局 想二打三 而对方转了转了 转A吗 应该是要转 因为打得太久了 而伊斯大也是意识到了这点 哇 磁源如果率先拿到A大这个枪位 不说什么 别的别的不说 我感觉至少要交代一个人 至少能做到一个一换一 这个磁源 但是磁源并没有选择看A大 5号尾包包 让他下 让他下包 小鲤这边很关键了 小鲤这边是一个队位 他是能够直接去队到的 要主动拉的我觉得 哇脚漏了米豆 这个这个这个腿漏出来了 有点大意了呀 这白房可以其实可能 很有可能是有人的 不过也下了 这个包也已经成功下下来了 包包摸出来了 这是小鲤鱼完全退回来了 当卡尔的保镖了 但是没了呀 包包要穿两个 这是 打得好 这只能说一大打得好了 是的 刚刚那个下包真的太可惜了 那个顶级老六 既然身位没有把控好 不进包包不进 现在4比3 这这一局怎么说 还是两边还是很很慢还是默认 是的 MTG很多时候进攻第一波换人是有 是打的OK的 但是到中期残局的时候就出现问题 他可以直接下包的 没必要犹豫的 然下包有点犹豫了 他们残局处理的 没有一直大这么好 下包雷来了 紫园的雷飞过来了 炸残了 牙医也是保住了一命 走缓了两颗雷 我全员转 这什么战术 下回去了 推回去了 只是防守 我以为要从中路过来打一波反推呢 选择全员放防到A大去守这个A包 正面开始平推 白方是没放人的 伊斯塔这边强行拆包往前去顶 你这怎么办呀 注意力要看屁股 米兜这边枪位要放 正面强行拆包 三个人往前顶 这守不住的呀 人有点散了 被突破了 带小鲤鱼 她的脸上 米兜啊 这肯定舍不住啊 没有人拿枪面 所有人都在打架 主要是 是的 想的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MTG的这个手包 但是个人实力的发挥 还是有 还是没法翻出来 这个残局实在是打得有点小问题 特别是下完包之后的一个决策和战术的改变 好明显 因为我还一散 完全能接住的 接住了之后 MTG就只能拼个人实力了 那还是会差一点 是的 那两边的一些打法和战术啊 就更多的趋向于临场的一些想法 不像是既定或者说 呃 在面对到不同的程度上 比如说这个手包的一些特殊阵型啊 手包的一些固定阵型啊 他们是没有 他们都是更多的 还是临场的 更多一点 但是临场有些时候的判断力 还是缺少一些经验啊 是的 感觉MTG很多时候打爆破的时候 没有那么聪明 硬变稍微会差一点 还有一些调整和想法 感觉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情况 没法去 去尝试找出来一条主动拳的一条路出来 哇 小鲤鱼 这个位置 我一看磁渊炸这个位置 我就感觉又能抽人了 哇 再来牙鱼这 牙鱼就在这从进来的时候 进白方的时候露了一下 从白方拉 拉到死点的时候露一下 再从死点拉回去露三下 前前后后露了三下 卡尔这边是穿了个酒吧 太吓人了 佩佩和磁渊的两杆局实在是太吓人了 全是破绽 全是破绽 哎呦卡尔 白方丢了 直接打提速了 Estar 二打四也难呀 米豆和阿滴 只剩米豆一个人了 四打一呀米豆 米豆老师怎么办 一把欧登 太难了 太难了 闪光弹给上 一波瞬间的转移 拉枪 一枪带走 六比三 防爆给我一个绿车 有防爆吗 多的 我给你我给你 行给我个绿车 然后再去抽 我给个烟 我直接给你 他要去币包点绿车去抽 哦 哦在这个绿车 红防绿车再抽 就是这个位置 上一季就是这个位置 有人中奖 抽奖 慢打 然后让狙击手续找事情做啊 这个时候其实导播很简单 导播这个时候只需要不停的切这两把狙 对 但是 但其实MTG说实话已经很小心了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用划铲来 来代步了 懂吗 嗯 先是被狙打 现在又被type19穿 这小鲁鱼说 这白防到底能不能呆了 完了提速了 白防吊人 强行提速 看狙击手的对决了 哇 卡尔没对过 完了 彻底沦陷了 只剩牙医一个 哎中路掉了 末路把包吊在了这么尴尬的位置 哦 牙医还能接一个 要翻 这个包太尴尬了 买死了呀 包包走口 咦 这没炸死啊 哎呦牙医 这没炸死包包 这不离 这不合理我说实话 这这物理的这个几何的这个反弹 我觉得应该是完美的 应该是差一点点距离 是的 那这个局是翻了 阿兵已经渗透过去了 那佩佩的背身要没了 佩佩再见 佩佩 只剩包包了 这波末路背大锅 把包吊在了这么尴尬的位置 包包给他的机会也不足 在6比4 我在后点都抢不了 你想放一把 想要先搞B啊 再把B吧 来把B吧 来把B吧 我跟着B哥走 对对对 很烦 我多带个眼前 我们反正也收不住 怎么说 这边来B了 TG3 2 把YSTAR还是要慢 嗯 双区还是要拿信息的 双区能造势击杀 哎 卡尔 还有包包 包包这边是小小的看了一下头 他这边趴了一下起身 这是知道这边是有局的 但是没想到这么的准 正好被他撞到 上来又掉一个 YSTAR的节奏又必须再一次放慢 这一次只能更慢 尼克雷炸了一下卡尔 给卡尔炸残了 A大三个人已经集结啊 YSTAR 但是带包卫没落 来到了B 不漏啊 不给你机会 卡尔不给你机会 你敢漏吗 架缝啊 狙击手都会去架这个缝 看我还在怎么去做决策了 词员还能再抽掉吗 没有过点 现在MTG来说没有太大的太多的过点 我现在还是非常不理解 这词员的这一手 十字弓啊 来要打币 定点雷阿兵怎么办 阿兵有有防暴吗 有防暴 小火车已经开过来了 带包顶币 看阿兵这位置能见底 跳枪 哦严谨跳枪再加提言枪 真让他杀穿了呀 嗯 阿兵这战斗细节啊 还是非常的好的 嗯 这名选手的突破能力 相比前几个赛季 他已经完成了质的飞跃了 他已经 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突破手 我去吧 包点吧 可以可以可以 你到我还有那个眼 再往他家 悟好一点 哎我直接就封在那个口 我还是不跟着你去枪啊 对对对 接封的口都可以 这两分追的MTG 还是比较长气势的 嗯 要打提速了 佩佩 一枪位 狙你 这个复合点刷得好 佩佩应该是刷到了一个一号位 他才敢拿拳套过来打 白方也丢了 A大也拿到手杀了 强行打提速了 卡尔放枪位 直接狙磁渊 这手零性的狙位 下了包看你怎么撤 主动打反星了 头皮位先打一个 阿兵的枪很准 牙医拉枪线了 爆了一个点 白方人多白方人多 别近 哇 米豆漏多了 被包包收掉 是 但信息也给到我了 看卡尔 看卡尔 阿兵的残局了 卡尔先鞠一个 白方里还有只有一个人的包包 哎呦 没顺掉 这枪还弹 OKOK 搞把B 搞把B 搞把B嘛 这波想反清啊 这波可以拆包逼出来也行啊 但是MTG的临场是选择反清 但是被一个人接了两个 有点惨 打B了 One Star这边 重手A点推进 主动的一波防守前顶 扑空了 而B点 进来了 阿兵一个人 只能被迫放枪位 同时摇人过来 米豆回防 阿兵这个地方埋着 看看能不能成为 致命的一击 对于Star来说 黑五要提出 啊一颗雷 延迟车 这个不是第一时间炸的 阿兵拿到了一个双杀 包又掉了 这个位置还有一号位看住 还是佩佩 这个包谁敢捡啊 包又掉了 这个谁掉的包啊 包包掉的包吗 还是陌路啊 应该又是陌路掉的包 是的 陌路带包位 怎么能出现在那个位置啊 佩佩 看能不能看住这个包子 而且没法去捡 谁敢捡 实在不行 别让陌路拿包了呗 让怡辰拿呗 怡辰长枪 为什么不让长枪拿呀 让突破手去拿包 蹭 捡包 你敢捡小李敢直接拉你啊 完了 要被顺 小李 你拉他呀小李 你好怂啊小李 因为他对位的是佩佩啊 他还是稍微怂了一点了 他主要不知道是不是佩佩 主要他 他第一时间没了他犹豫了 他那一刻犹豫了 他就不敢拉了 哎他应该 打一绕了一个背身 再打扫射转移 双杀到手 二打一的局面移成 给卡尔带走漂亮 再追一分 再追一分 站留那墙呢呗 放白A嘛 放白A嘛 放白A 直接跑出来吗 我去把币我去把币 好吧 哎 就说给防暴兵 因为两边追得很紧 所以说 多少会有一点失误的情况出现 因为毕竟这两支队伍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并不是完全的心态和状态上特别强的队伍 确实这个二图玩的太累了 是的 大MTG现在追分追很多了 现在心态稳住 不着急 又慢 又开始慢了 塔尔这边空闭 来到了中期 两边信息基本上归零 谁都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大致的进攻动向和防守态势 是的 时间仿佛静止了 这个时候要考验一下两边的收集信息的能力了 包包这边 要来收集信息了 还敢落 划铲过点 但是应该被看到了 阿兵在进点 拿到信息要主动出击 你看牙液已经贴边了 这边是要打反心的 绝对是要给你接架的 脚步声听到了 阿兵 打一个划铲拉 跑 让队友打 哈尔布将很快 捕得很快 人数的互换MTG 是有一个人数优势的 然后果然这边的包还是掉了 腿员要直接过来 他能把队位的二号 他知道今天有人 打腿 有牙医 哦呦 大心脏吧 刺渊 但是但是卡尔很快摸过来了 还是不让你捡包呀 两边其他队友也有收获 米德河卡尔分分发力 再追一分7比7平 想一狗啊想一狗兄弟 要不我再去把他一把 看我们录像的 来来来 来来 我们等一下给包点雷好吧 来了这把又速了 这把感觉我还在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速A白防抢住 这波白防没人 因为MTG防守政策没有变 感觉伊斯大这边慢打之后 双区找不到突破口 反而进入到MTG手上 MTG这边纪律性做得很好 是 伊斯大这边只能提一边了 提一边之后早早下包 米豆又把陌路穿了 米豆的发挥 今天断后能力确实好啊 确实出色啊 继续穿 继续穿 让你白防敢战吗 天穿 看一下 反清 阿兵阿兵要去打 把三号位的词员逼走了 阿兵在绕 正面四个人并没有选择直接提速 时间还在持续的流失 还不提速 还不准备反清吗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什么为信号 哎哟 怎么把阿兵拘了呀 这反应这镜头里面突然间出现一个阿兵是 他是想来往后摸的 像是一波鞋头过来的 大家时间真的不多了 看见还要被逐个欺破 但是卡尔又发力了 抢刷屏 时间 时间 拆包拆包 慈原在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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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鼓枪没来得及 甚至自己 你给机会了 我肯定管 你不能听他们说没拆包呀 我操 刚刚没拆 现在拆了 再抵他就抵他白发 就抵他 那A是换的 是打反清的 但是你们 时间压缩的实在是有点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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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的爆破 MTG真的很有希望啊 看能不能拖到加时 就已经来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了 还是A 还是A 但是这次MTG 想开火车 开火车速A吗 还是在等一波 看一下 还是慢下来 直接 穿烟 这一波全部都有收获了 一声 佩佩包个包包 纷纷发力 只剩下米豆了 哇 这波拿下的很迅速啊 让我们恭喜E-Star 再下一城 没有想到E-Star的这一波 虽然脸上被盖烟了 但是没有想到 依旧这么的出色 这波烟雾蛋反而 其实看得出来 MTG这波反清是有准备的 而且是一波爆弹啊 但是这波爆弹 怎么爆到了一城的脸上 让一城 这个烟雾蛋反而把一城保住了 那他同时还能利用MTG 这个烟雾蛋完成了击杀 这波MTG 上一局好不容易 因为卡尔的一波三杀 我原以为要起飞 要翻盘了 但是一波磁鸳的旧点 加上这波烟雾蛋的 反而保了一城一米 就要连丢两分啊 对于MTG来说有点 大伤啊 我觉得很伤啊 非常的 士气可能都要受损 是 因为其实 毕竟是BO7嘛 如果正常来说的话 六四开更多 就算拉满 也很有可能 还是武汉伊斯塔 四比三 但是所以这一局的爆破 其实是很关键的 如果MTG 能把这一局的爆破 给拿下来 那说不定 四比三的那个四 可能就是MTG 但是这样的话 希望就更加的渺茫了 而MTG在换边之后 防守方 这个中期追分 也是非常的 让我们看到非常的快 而且他们的节奏 也是逐渐适应了 武汉伊斯塔的节奏 在没有暴露非常多的 这个声位 给到伊斯塔的双军 继续抽人 同时MTG 防断后的这个工作 做得也很好 所以帮助他们 连续的去这个 完成了这个追分 但是在处理到最后 两波的时候 是细节上面 像卡尔那波 在拆包的时候 肯定是听到了 词员的脚步声的 但是小李依旧是没有回头 茫然的在推着一大 然后再加上最后一波的 道具的反形 其实看上去是有 研究有准备的 但是路线还是你可以看 所有人的路线 都是走在贴着白房的一条线 没有人去抢包点 那个掩体 没有人去想着去 穿一下烟后的这个东西 枪位的这个分布上面 还是需要欠缺的一点合理性 要调整一下 是的 MTG还是有很多 需要调整的地方的 再来看一下 武汉萨这边 59比54的总计杀 助攻14比11 KB1.1比0.9 但其实这一把的爆破 更多的其实还是 除了武汉萨这边 双距的稳定发挥 MTG这边卡尔也算是能接住 但其实两边这只爆破 打下来两边都有一点小瑕疵 嗯 而且这个小瑕疵 对方还都能抓住 都能接住 所以说打的追分追的非常紧 最终是一个9.7的分数 是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选手的个人数据面板 OneStar这边的最高低沙 给到包包啊 包包你看包包顶了呀 包包突然间肿起来了 而末路这边是 有点小小的这个熄火了啊 但是包包肿起来 19-9 2.1的KD 1.59的战斗平分 嗯 非常的出色 所以这一把 从两边的个人数据就能看出来 真的 整个团队的状态是有点怪的 就是全员的发挥 有人很夸张 有人数据很一般 这两边都是这样 MTG也是 卡尔也是1.33的战斗平分 所以说这把的状态 可以再提一提 MVP给到了 我爱你大的包包 预计值1.59 19个击沙 美国人的军伤 111单局的击沙 三连是拿到了第一个MVP啊 真的 他这个MVP确实得给他 给到他一定的鼓励啊 对 也算是迎来了 自己的第一个小高光吧 虽然是对这道MTG 但是有进步啊 就是需要得到鼓励的 也是恭喜包包 希望后面的比赛能够 他们跟他们的这个狙击 这个他们的打法和卡尔是不一样的 嗯 好的 本来是来到了十字路口突袭 一个非常吃前点状态的一张地图啊 MTG的前点 是 但是 我在赛前分析的时候是 预判出 做出 分析是要大于1star的 但是 好在什么包包今天状态还不错啊 看手感能不能稳住 对 在控制模式中能够加以继续发挥 修柄是能够战胜MTG的 这局来到控制携带武器还是有点变化的 卡尔是 拿出来了战争机器啊 嗯 好的 来看一下 贝贝直接带走 上来是拿到两个人头 米豆也是把瓷烟给穿了 这上来 前点没人顶啊 开始靠狙击手了吗 嗯 两边打得有点保守了 是的 米豆是带走了瓷烟 而墨路这边围绕着油桶 持续的架枪 但身位露得有点大 被北冬侧面杀出 打到一个人头 26比26 占平 全是两边的狙击手的发挥 是的 包包 这个位置也有收获 哇 哇 牙一这边好不容易把二楼打下来 咱怎么又退回来了呀 哎呦 退回来了 因为有人在踩点 还是要听的 陪陪有个末路 分别都有发挥 牙一把配备给换了之后 还能穿两个 牙一稳住就行了 这个时候不要有问题 稳住 让他踩 A点放了我觉得都行 先把人数优势稳住 腰射带走了 牙一刚说完牙一倒地了 人数优势依旧保持在两个 这不是因为一换一不亏 是的 还没想到他踩点呀 一大好喜欢偷啊 慢慢的偷慢慢的蹭 再打 哎呦 节奏逐渐不对劲了呀 MTG 两个点同时都在踩 呀 很烦人啊 这必须来亲啊 还是卡尔 是的 现在MTG必须得做出抉择 你到底要哪边 你别两边都要 到时候两边都丢了 是的 很危险 分掉了一个 主要是命数也没占优势 现在是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了 他们现在中防B点 米豆是把配备给穿了 阿兵没有收获 是的 米豆那边是明显是找着配备去的 你看 你的边路还在打 在跟配备拼对 现在要守包 13打10 人数有三个人头的领先 嗯 平了 这个时候只要稳住 就队友来 而现在 武汉伊萨斯围绕着二楼 把中路清出来 卡尔掉了 攀住了就行了 但是佩佩 佩佩真的很吓人 那这感觉 如果被阿兵给突破掉 那现在有三条的命数优势 没错 一直有人在盯佩佩的 MTG这边是很明显 是在盯佩佩 知道佩佩喜欢控边路 单人走 不跟团的 那阿兵这边一直在盯 先打你保镖啊 你的保镖掉了 接下来找佩佩 阿兵再找佩佩 先押复火点 决策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死员 喂 补枪啊 哎后面那个谁 怎么没补枪 阿米豆啊 一把狙啊 算了也不奢望他补枪了 佩佩把牙一狙掉 阿米豆看到这个阿兵死了 第一时间往后撤 但是还是有两个人在面前 又是可以尝试打的 但是又有人在偷啊 不是又有人来踩啊 卡尔赶紧过来 穿两个 五打二 啊 全部进点里面手都行 啊 很难输 你的意思打太坏了 人这么少 还有还敢去摸呀 一比零了 哎呦喂 一比零 可以 我有点生气了啊 我我生气不气来 我直接开地转好吧 我直接开地转 打到里面 有点生气了 我帮六大招 还有天气真是感觉 稍微一点没防住 两边开始摸点是吗 阿米生气了 直接开黑洞枪想吸 这边还有人 果然 鱼匡们 这一局刚开始说的那样气势 全部 立爪也开起来了 是的 要全员往前去推了 哇 撞到了手感震热的佩佩上面 一直被带走 哈迪起身 也被词原拿到双杀 正面的一波换人 两边是25 占25 打平 但是论爆发能力来看的话 伊斯大这边的爆发 感觉打得更出色 他虽然是在防守的一个姿态 但是MTG的进攻 也暴露出了非常大的破绽 是的 感觉没有打出这个很大的优势呀 甚至现在我和他伊斯大 基本上全亮了 卡尔这边开战竞技 可以 效果还可以 防红乱炸 防红乱炸 持续输出 现在是五个人投诉的领先 六个 七个了 刷屏了 刷屏了 伊斯大这边是被打懵了呀 刷屏了 道具的combo 打得懵了 而我伊斯大一个大招都没开 现在就感觉就是说 你发脾气 你发吧 你发完标 你发完标 让你先发标 我不在你 你算是捏到软柿子了 是的 现在他知道MTG这边是全员开启大招 在说哈 所以我伊斯大也不急 但他大不了我等下一波嘛 毕竟五个人的技能也全都亮了 或者说先等他们结束了 这波结束之后再说 这波其实有点亏啊 对伊斯大来说这波太亏了 因为他如果说大招 其实第一回合打下来还是比较均衡的 两枚大招好的都差不多 但是MTG是先发之人 但是这种情况 又导致伊斯大大招会憋到下一个回合 但这个回合先放完之后先CD 而大招会好的很快 所以主动权依旧会持续的掌握在MTG的手上 是的 但下一波 这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可以2比0下来了 但是下一轮肯定要轮到 我还大生气了 嗯 这局现在不可能再开技能了 没有意义 是的 他如果在MTG开大招瞬间反大招的话 还是有机会能够去博弈一下 白马双鞠马 用啊 我第二个黑洞都96%了 不是吧 你们用啥 你看 第二个黑洞都96%了 就开完一个大招 第二个大招都要好了 啊就是先开大招带来的收益 对 他这个怪安卫斯塔要开 他是末路白给一个 瞬间三个大招没了 三个大招瞬间消失 反而还落后两个 这不一大招开的 不收益啊 还不如不开 没有这个发怒 没有怒起来 我现在人数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两边那个中心技能也都差不多 进度差不太多 紫园打一个 打枪 这波想用枪法战胜MTG啊 大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多的收益和加持 而阿斌的大招也快亮了 米兜这边再拘一个 紫园在这个地方等着等队友来 哇没对过 一城双杀到手18比19 暂时反超一个 这一点要丢啊 好 阿斌摸过来了 阿斌摸过来了 后面还有卡尔 那就ADMT守一下 现在他们还是要小心的 这个E-Star的那个摸点的能力太强了 中路一波击杀下来 MTG领先四个命数 ADMT可以再往场上往回踩 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 又过来摸了 是谁 是末路 没人来清吗 是小铃鱼 又我先打一个 再转 这个位置 末路打得很舒服呀 算是被卡尔战争机器收掉了 卡尔开启了自己战争机器 节奏不对呀 上来梭哈大招 反而还是让MTG领先 而且还打这么胶着 这士兵大招并没有转换成团队上的优势 人数上的优势 没有体现出来 E-Star的大招 E-Star在打快节奏 热点控制的时候 确实得好好的再去 雕琢一下自己的纪律性了 短版还是偏刻偏的有点严重 热控上面还是有点问题出现的 佩北今天其实有点哑火 说实话 佩北之前的G在控制模式也好 在热点模式也好 他的G 他在控制模式里面是能够做到30多杀的 你现在看到他现在只拿到了11个击杀 包包9个 尼承10个 只有瓷渊在C 瓷渊来到了20个 尼承 开启了歼灭者 想靠这个来 亲人 想靠这个 三打三有机会啊 这歼灭者肯定是有机会的 哎呀甩剧 哎呀没甩到 完了空两枪 还有三发 怎么说 不漏了 错过了 错过了就没了 要踩点了 哎呀又浪费一发 他没了时间结束了 还撑币 怎么说 怎么打 哎阿兵在偷 哎呦没人帮忙看啊 这能让被神扣掉 哎呦 一撒的大失误呀 他闷下来之后一撒 感觉被偷了呀 这不叫眼皮底下偷人啊 大意了 哎呦我给雷 我拿这种西大龙 OK我给你赌坊吧 太焦灼了这两个队 爆破模式 一斯大赢 热点控制模式 MTG赢 打到最后感觉又是拼 拼爆破的胜率 拼到最后拼爆破了 3m0的一个换边下来的 嗯 所以说一斯大 这个已经很难了 可以开弓 还是开弓找人 但是这个 这个阿兵一直在游走 他一点也不虚你这把弓啊 没错 整体的状态 MTG现在更亢奋一点 而且他们的这个 是否枪法 枪杆手感都很烫 是的 继续一场胜利啊 一斯大 紫园剧掉了 两个人头慢慢的一起 交叉交替进攻 慢慢往前推 小林一喷带走 紫园再喷双杀 三杀 天呐 这个距离也可以啊 这个精准度是有说法的 这真的是拦腰斩断啊 从中路横切啊 直接将一斯大 他从中路撕开的 他本来是一个人是站 三个人站了三个位置 位置拉了一条直线 结果小 结果小李从正中间切开 16比15 卡尔大招亮了 包包的大招也亮了 还在踩点一撒 这边B点 要踩完了 两边各踩一个 包包这边开力爪 开力爪 但是中间没什么人了 你不去 不去B吗 这样肯定是要看一下的呀 现在 也就秒一个 嗯 现在命数差距不是很大 终于 终于开始反超了 一斯大 配备的手感 配备手感其实有 回来点 但是他 他杀不到人 你看 他还是急 他很急 他想杀人 他太想杀人了 嗯 这样他会容易有破绽出来 但是命数还是领先的 四个 九打四 九打五 四个人头的领先 可以 莫洛双杀 这个 我赢了吧 结巴 因为踩A点 人都没了 只剩下两个人 剩下小鲤鱼和米豆 二打七 对方还是不会给机会的 扳回一分 三比一 三局搞他们 太难咯 太难了 我不去这面了 控制模式太吃这个 连杀的发挥了 这三分啊 两个这个点啊 两个这个局点 很难搬的 这总有一个回合 MTG五个大招 同时亮一起推 我跟你说 一斯大都招架不住 所以 如果说一斯大要翻的话 基本上是太难了 除非 MTG自己失误 他大招全部白给 先不考虑这边 攻防的这个地形上面的一些变化 就说大招啊 这有两分 够MTG玩的了 是的 他们现在不是很着急 加一 打掉陌路 26比23 暂时领先三个 战争机器 磁元开启 再为队友拿下 为队友拿到一个人数的领先 只要首复和点 等你压 战争机器 这个抛物线打得很完美 磁元这边空了一箱 四个人头 四个命数的差距 还想踩点 可以可以踩A点了 MTG极了呀 怎么回事啊 自乱阵脚了 这样一个一个的人头被磨掉 太想赢了 主要对方还能踩点 感觉一下子被动多了 我感觉就是MTG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 就感觉差一步 然后他们就全员 就执行率拉起来了 强行一换一 本身人数是劣势 再强行一换一更劣 那这局应该要走远了 三个大招 四个大招亮了 等卡尔大招亮了 下个回合一起梭哈 伊斯塔可能就 心态不能乱 像MTG心态不能乱 是的 所以就看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 如果伊斯塔能够扛住 MTG的大招的combo 那就是有机会 因为那接下来迎接的 就是伊斯塔的技能好了 是的 这一局MTG想终结 有点困难了 啊这 再让一分 是 也没有任何人选择开技能 不能开了 再开下一回合 也没法打了 伊斯塔现在是亮了四个 MTG是亮了三个 本身阿兵的也是亮了的 飞动枪 那他开了 下一个回合 三个大招同时开 如果伊斯塔不开大招 的情况下 同时还能够扛住的话 我觉得是 非常的有机会的 嗯 MTG 也不要太放松了 该上点压力了 因为如果这一局要丢掉的话 那MTG真的就没希望了 那可能会被4比1 差不多结束 嗯 这边先拿两分 3比2 接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局了 嗯 没路直接滑 滑那边楼梯那里有个言 关键的一局了 对于伊斯塔来说 他现在是不能使用大招的 如果使用大招 这接下来 如果这回合赢了的情况 啊 开打招了 白给一个攻 自己主动缩哈 选择缩技能 但是好在只缩了包包的一个 但MTG这边是大招 直接白给了一个的 看这波第一波的拼抢 米斗的这个歼灭者 一定要找机会开啊 他如果想赢的话 这个歼灭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换人效率很高 是的 但是只剩米斗一个 然后其他的队友的 终于技能开起来的收获 没什么太大的收获 天哪 这啊 哎 我说呢 你这怎么能让小鲤鱼冲进来打 我的天哪 还是有点失误的情况 但是这一局还是有希望的 伊晨和佩佩 也都纷纷发力 不会吧 MTG怎么了 为什么米斗不开啊 哎呦好决 靠决 他说不开 兼灭者 靠自己的这杆G 米斗你们要赢了米斗 你们就差一分了 米斗你就差一分了 你没有 你不需要去审大招了 缩啊 有大招就缩啊 你要赢你就得缩呀 你兼灭者一枪就秒了 还不用瞄准 因为兼灭者不是那么的需要 这个combo 不是那么需要其他的 终于技能的配合combo 可以尝试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开起来 是的 在狙击手的掩护下 送队友去前点当保镖 然后找机会开起 兼灭者让队友帮忙拉枪线 就行了 但是这一会儿什么情况 米斗和查尔 双军发力了呀 是的 那MTG这边的迎面还是很大的 因为MTG现在手上有米斗的这个大招的 那个大招随时是一个 是一个终结比赛的大杀器 杀手锏 是的 但是米斗的补枪很快啊 哇 领先三个了 领先四个了 米斗还在撅 开了 这时候开了 开了人呢 哎呦 你憋 你憋 憋到后面给自己憋没了 打着还白给了 但人数是领先的 配备的复活光强迫 被迫得拉起来去守家 但是地形很空旷嘛 真不一定的 地形太空旷了呀 啊 卡尔看卡尔了 战战机也轰 再轰 再轰 哎 再轰 四打三 有一个人头住的领先 看到磁元的位置 阿兵也只带走 佩佩的复活攻 收掉了卡尔 三打二 三打一 难道结束了吗 可以 直接摸去 去摸他就好了 但是磁元 他拿了这杆G 这一枪疯了 这一枪致命空枪的没办法了 我还是要攻击 MTG 这一分对他们来说也是关键的 主要是不能丢啊 其实聪明的话有点吓人的 其实 米豆其实早就该开了 都不用打到这么紧张 跌了半天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位置 他的居首感特别好 你确实能看到他在那个位置 已经刷屏刷了好几个人头了 所以说应该是更加相信自己的G 毕竟他的手感也是比较重要的 在那个位置 就当是开尖灭者开出的效果吧 没错 没有卡尔 我米豆的双G的发挥 确实真的就有可能被 YES翻了 这就真的很危险 可是他们 MTG他们主要是 打下来的一个持久 还是稍微差一点点 就感觉新没有刚开始 那么齐 就是也 战术打法也没有那么的明确 到后面稍微好像有一点乱 没错 MTG 感觉就是今天在这个 我觉得他们启示的点还是在 3比2比0的那一波的时候 大招的那波梭哈 是拿到了主动权的这个情况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YES的这个翻盘是更多的时候 是 我觉得YES没做好的一个点 就是他的这个士兵大招 就最关键的那一波 就是先是MTG主动开大招 抢主动权 然后他们省了一波大招 然后输了那一分之后 YES再开大招 结果大招摆给反而 人数上面还落后 是的 就缩了四个大招 结果人数还是落后 看一下上一场的团队数据情况 总机杀167比158 主攻41比42 控制比赛4比2 YES这边的总机杀 也是不低的 但是今天输给了MTG 还是要去好好地去想一下 这个士兵大招的这个使用 还是收益太低了 太容易白给了 所以就是在这个 中一技能的使用上面 就感觉他们的火力 要比MTG要稍微差一点 好像在打炮破 我还以为 是的 MTG这边大招使用的 其实是很果断的 就是非常决绝 不会犹豫 当然米豆的除外 米豆确实用的有点 有点极限了 但其实他们的热控 就是应该这样打 就是应该果断地去使用一个 这个去运营 每一个中一技能的使用 一定要保证会带来收获和突破 不然的话 就是一两个点位的这个中一技能上面 就会拉开差距 包括热点也是这样的 米豆这个G啊 在控制模式的发挥 比它爆破要亮眼很多 来看一下吧 这一场的MVP 给到了MTG的阿斌 Rating值1.28 41的击杀 总双刹量3671 对方连杀是5 MVP已经拿了54了 是的 阿斌这名选手 我给他现在的评价 还是很高的 他现在具备了前点 该具备的所有条件 好的 那么高光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本局的精神发挥吧 比较擅长的地图 51了 嗯 但是我还认识大家的选图方 也是有说法的 他们对这张图也是 有自信的 嗯 但又反过来 MTG这一局爆破 真的对于他们来说 很关键 能4比2 赢还是4比3输 就看这一局了 是的 MTG防守开 MTG是进攻开 我还以下是防守开 主动选择去第一时间给A大施压 同时带包卫米洞 拿把蛆去控必定防潜顶 佩佩是趴在这里 打一个第二枪位的 非常规加点 嗯 A大给完压力之后呢 并没有给出佩佩这边给到压力 所以 佩佩现在是知道的 A点是没有办法完成提速的 除非佩佩这个位置先掉 中路这一块就可能形成一个转移 中路先压一颗烟 告诉你 主要这个图它不太好进攻 嗯 A大没办法打那么快 因为没有了火啊 铝热剂啊 所以一些枪位就没有办法被逼住 再加上一些蓝色芯片的加持 芯片的加持的话 进点就会道具的使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贡献啊 或者说这个作用就会变低了 是的 A小已经到了 就位了 阿兵这边去下中路的一个过点 随时准备提速 他们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 需要一个爆弹点提速 这边准备转移选择打B 还是回避了 中路的话也没什么太多的信息 但是肯定不去A了 嗯 两边都在沉得住气 就看谁先漏了 要围绕着中路形成一波夹B了 要来了 嗯 慈愿这边中路是再加一个过点的指甲 啊 不是这怎么开枪了呀 再来一个 我的天哪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牙医直接化身倒霉弹 台阶 哇 这个位置 慈愿把中路的人 一个人全清了 中路一个上帝 怎么玩啊 点饼了他在 没错 太通透了 时间被压缩到最后一秒钟结束了 这个米老六真的得做他 太溜了 太溜了 很慢 他们很慢 你们架好啊 太慢了 兄弟 我还一大都觉得 这个进攻太慢了 但是 我研究怀疑是不是米豆干扰指挥 米豆说慢 让我狙 让我狙 我手感好 帅把手感 能不能延续 但是这一次的话 MTG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还是来看 来看A 留个米豆 给大家提 来 出来 敢出吗 卡尔在嫁你 来到近点压雷 砸了佩佩一下 把他赶走了 不敢补枪了吧 没路这边没办法 但是他并没有走进没路 他反而是接了两个 阿宾跳进来补枪 再放上一把290 那这个A点的人 现在脸上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走了 是5号位的包包 下包 可以下包 但是近点还是有人的 嗯 4打2 这个 这个回防和反心 还是很好打的 米豆先压开烟 换场短剑 两个人想应接 必须得先选择一个 非常过一瓢一个 划想再接一个 包包这边 想主动找人 找机会的阿宾 被包包预判到了 卡尔再举 举两个 哦这边是3打4 看错了 我以为是2打4 现在是2打4 卡尔 可以 瞬间 再举 几个啊 4个吗 嗯 他们中路 基本上都没怎么 看到抢不抢一大 我们先不抢 我们先不抢 把道具都留着 又是个人实力的 发挥啊 一比一平 先不抢 看他们抢不抢 A打给了一波道具 直接来B点 提前已经来到 准备就绪的阿宾和米豆 过来接一手 选择提单边 所有人提单边进来 烟雾弹给上 千轻人 千轻人 把移成清掉 亚一 但是移成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阿宾 4打4 亚一这个位置要主动一点 不能太被动 要主动 继续 还很外滑 提前枪 先压一下 莫洛主动出击了 完了 再打一个双杀到手 撕裂了枪位 三杀 哇 亚一啊 谁主动 谁有说法呀 亚一那波提前枪 没判断对 然后他提前枪 拉完之后 躲起来了 怎么又不提前枪 又不划散 又不拉 他应该持续的去 做这个举动 太恐怖了 再来 看两边还是 还是看 默认控图 餐厅去做A小的一个防潜顶 中路狙击枪 拿两边过点心一吸 一把副狙断必听 两个人去控了一大 现在其实就在做一波防止一大打一波非常规的防守防潜顶 哦 卡尔这一局很帅 是的 这次的中路是卡尔剧到了 虽然反应还是很快啊 嗯 这波甩剧甩到了 只能说阿兵有点倒霉吧 宜辰换了一个枪位 提前枪带走 宜辰一个都没有换掉 将人数搬成了军事 四打四 掉了一个 二 哦 包包上来是被卡尔抽掉了 嗯 现在是一个四打三 那一四打有点困难了 是莫洛 两次是莫洛 哇 莫洛还紧着 这一局卡尔是空了 哇 这一枪甩剧看到一个胳膊尖灯 直接甩枪带走 一瞬间直到牙医了 哇 好打好敢打呀莫洛 好凶啊 好凶啊 所以收获也是泼风啊 八个人头在手了 还是喜欢你的B 他都不喜欢我们的A 他喜欢你的B 我要换Oden了 我不信他还秒不掉 我还秒不掉人 换Oden 他觉得是秒不掉人 接不住驾驶枪不够秒 这次接开一下火车过来了 转A了 天里没人 撤吧 MTG基本型还是不变 先给一大给定的压力 然后B听去控图 其实米道蹲了这么多波 其实就是在等 想让玩伊斯大边路移成那个地方顶出来 撞到他的枪口上 打一波变速 瞬间的转B 但伊斯大这边很聪明 不给机会 卡尔那边是蹲到了佩佩 佩佩应该越来越难受了 佩佩本身就很讨厌这种非常稳健的这种打法 现在是主动出击又被卡尔蹲到 来抓你来了 莫洛 非常规位 接两个吗 这边小鲤也有一包点的掩铁 加持三打三 平台是给你打下来了 先下包 掩护一下 磁元那边有个瞄点 磁元在找瞄点丢雷 但包已经下完了 这个雷没什么用了 炸不死人了 还在瞄 这个时候再出手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这个老六啊被摸透了 一颗定点雷掉了 那这两个人的补枪就很关键了 牙医牺牲了一下 一换一 你成了小鲤鱼的一打二 不是这个有点 可以 一喷 还能再接一个 结果提前枪是躲过了 迂回一下 迂回一下 必须迂回一下 一打一 拆包 此源这边不可能真拆的呀 直接全套划铲 全套一拳带走 三 比二 怎么说 速把币 速把币 得嘞 我换个防暴吧 到 到今天 直接 速把币 这币点 做了五个回合的防潜顶了 米都蹲了五个回合 没蹲到人 哎有颗雷砸队友屁股了 主动出街 又抓你一层 一层这个时候是什么枪线 290 290一个没换就白给了 哇包包回得很快 打一个就跑 但是有一个人在摸 卡尔还是来中路 来中路来找机会 找到了末路 打最凶的末路 这枪虽然空了 但是脸上是有人的 不由打了个酒吧 三打三 不要这吧台准备进 平后面有个人物 在尾随 阿兵尾随 拿到双杀 哎拿到双 拿到 拿到一个半杀 还是无双大雅 只剩佩佩 脸上一个 堪点一个 这没机会了 10秒钟处理两个太难了 哎呦 R90小鲤直接带走 人助力R90 啊再次发挥 小鲤这个是作为R90的人助力 爆破 有烟吗 突破有他 带烟包 他谁打一把局 打踢一把局 佩佩真难受啊 佩佩今天在对球队位上面 有点被压制到了 嗯 与其说压制 倒不如说他自己 的习惯有点 没有办法帮他带来收益了 他必须得想办法去改 更改自己的一些习惯了 因为会 因为变成BO7 你再怎么样 对方也是能反应过来 来采取一定的针对的 是的 偷摸过来了 我A摸 阿兵 所以保镖带着队伍过来 怎么说蹭 他往里进 不敢进啊 没有太多的信息 没有吊人 没有受到阻力 嗯 是不是面包防双卡 不知道佩佩这个时候 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了 但是他得到了回报 他还活着 还去做了一波 側踢的一波 防潜点 看了一下 阿姨这个位置 也有点尴尬 他现在其实是在给对方 制造一种心理上的盲区 就是说 你让你猜猜我是不是转了 阿姨在瞄哪呀阿姨 哎呦 这个反应 阿姨在发呆 在对着地 但是这边的话 阿兵带头过来 地两人应该是可以倾倒 是可以倾倒 两国体验枪都没收过 三国也没收过 但是这里有小鲤鱼 三打三米都下包了 只先下包就可以 哎呦 旁边 側面小心一点 哎呦 要撞了 哎呦 马枪了佩佩 哎呦好枪 第二枪修得很快 完了回去打正面 正面平成立个二打一 被拆了 但是这边回得很快 阿兵意识到了 没错 佩佩这边再接 拦住 那这个团战打赢了 Estar 他就一分了 4比3 再拿一分好吧 OKOK 我换把场 我去那个跳 跳的那个位置看 没被抽啊 没被抽 我也在叫 我蹲在那就行 蹲在那 上半场的最后一个回合 4比3 好焦灼啊 这两边 太焦灼了 MTG看能不能上半场 拿一个4比4 换边之后的话 他再来的首方也是有说法的 哎呦 这边MTG其实现在他发现了 Estar打的这边防守 其实站位啊就是整体很靠后 完全不吃任何信息的 嗯 完全不吃任何信息 那选择盲推一边 选择盲推一边过来了 牙一冲锋 旁边阿兵小驴也都有收获 比多也把末路给放倒 可以 很残了 那就是 那就是个人的一些对位 哇 这290真的夸张 这个距离啊 这距离你给我秒了 医生这边是被带走 4比4 可以 上半场还是打得很焦灼的 4比4 一样呢 跟上次要A这样玩就好了 嗯 焦灼归焦灼 但是换边之后 TG这边还是很有希望的 嗯 这张地图你可以看到 进攻的流程还是 哇 上帝也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我再抽 抽几个吧 哈哈 请神了 那你只能请到凤年了呀 你只能请到凤年了呀 卡尔向天请神 至于是什么时候的凤年 你振作一下 S3 S4 S5 S6 啊 这个时候不同的凤年 你得别请坐了 不然请到睡着的凤年了 不一样的 然后这一局的爆破 对啊 听起来说真的很关键 所以说必须要请神了 一两个小点的发挥 就可能会造成这一局 拿下这一局的爆破 那么就极有可能 今天去拿下 5孩子大的胜利 是的 MTG急需一场胜利 如果MTG赢了爆破啊 那这有可能要带走 在这场BOC中带走一star了 你就看爆破能不能拿分 就看这两边谁能够完成 平衡上的这个破局啊 有人只能爆破得分 有人只能热控得分 看谁能够破 破开这个局面 哎漏大了别漏那么大 哎对阿兵先走啊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活着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阿兵 你得先活着你才能赢 他还好的空气回来了 又慢了又开始慢下来了 两边又默认 是的啊这个无论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虽然换了跟没换一样 打法都很相似两边啊 防爆装是不能给啊 你给了不就暴露了吗 这信息不就漏了吗 对不用给 往前慢慢的扑扑 你去拿信息主动点打圣斗 他在疯狂的漏脚步在勾你 你身为一个男人 身为一个勇士 怎么能够轻易的被勾呢 喊队友来 此元说我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架起了他的G 来了来了 圣队友进去渗透了 渗透了 天哪你被渗透了阿兵 阿兵能接几个啊 发展过来的暴露 到底还有一个呀 哎呦没想到吧 还有一个 我们是双避开 想不到吧 没错 对位卡尔又把佩佩给G掉了 但是中路已经没人了 该回去支援米斗了 但是米斗这个位置又出来 把一城给放倒了 1打2 此元的1打2非常的困难 对于他来说 一把G在这么有限的狭窄的地形当中 是非常难以处理的 是的 MTG 再先反超一分 赶紧帮他 赶紧帮他 对 EZ bro EZ bro EZ 稳住 稳住 EZ boy EZ 可以 轻松啊 随便拿捏 现在 EZ有点急了 EZ这边有点没有捉摸套MT的防守 打得有点冒失了 还有 现在感觉佩佩更需要去请神 EZ 可以 EZ 5214到 今天的比赛下来要气死 气死米斗了 好像总被他因 总是忘记他 卡尔 嗯 你看佩佩 这对位这边真的有被卡尔 打到崩 崩溃了 有点 嗯 他被队位击杀好多次 就他变成透明人了 这局爆破 之前爆破模式都是佩佩是 直接是力挽狂澜 单人各种的精彩的手杀刷屏 是的 因为卡尔还是强的 他在MTG的这个队伍里 一直都是独当一面 一个局一直 无论队上哪支队伍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 要对两个狙击手 他已经有经验了 负重前行 是的 他承受了很多 所以承受了 这边是拳套 哎呦滑场走了 杀一杆之吗 杀一杆之吗 哪个拳套 这不知道以为是参加东南亚 搏击拳击比赛呢 这什么直接放枪位了 没有人啊 直接放 杀一杆之这是 可以让他们下 要反清吗 这反清怎么反清 这来到一大狗门这里 什么情况 哎呦三人爆团往前 你同时 持有这个大背心 猛C 狂偷 就没人看了 发展出来 再杀一个 没什么问题吧 紫园走了 稳 我太稳了 不贪 不想杀品 不想不想秀 不想拿机器 只想赢 对 这包是真的没人看 因为 按理说 看 干什么 我不信呀 我不信的呀 我的天哪 你这能捶死他 职业比赛 你这种距离 能捶死人 5比5 太焦卓了 别急啊 咱们先别急 我们这大男的直接飞 他这把 可以 这把直接飞吗 把他去飞了 他最后 我也跟你们 我给你们爆点 直接飞吗 确实被压制住了 这次有人绕了 但是怡城很聪明 但怡城毕竟不是一名狙击手 而且现在这个残局 有点难以处理 你可以看到三号位 这瓷员埋在了那个位置 他想收缩回来 两把狙的这个残局 操作上现在还是很低的 是的 有点困难啊 这个残局 MPG现在只需要不给机会 就能够稳稳地拿下 哪怕是让他下包 打回房也行 这边偏偏选择迎难而上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他知道 想要以少胜多 必须得主动去攻击他们 认为最坚 最坚韧的地方 主动创造机会 阿兵估计要主动 来看一下 二打三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还是两把狙 主动去拉重防的一个位置 先打一个 体验枪再来 阿兵双杀到手 6比5 上一波 真的是把佩佩跟 把佩佩给 架住了 我都觉得 是的 你看佩佩啊 现在佩佩转战来到中路 现在佩佩都欢迎颜色吗 这个跳枪没抓住啊 确实太难抓了 现在佩佩满脑子都想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卡尔 为什么卡尔老师能杀我 对 为什么每次我走出去 都是卡尔在架我 这一局的 我还打的双G 确实有点被压制了 在隐身 但词源还好 没落也还好 但是 但是 毕竟现在防守方是 MTG 他们还想创造机会 还是有点难 嗯 好吧 猫 绕过来 主动 主动全点的阿兵 嗯 这波肯定是米豆指使的 米豆在那边说 兄弟我帮你架 你点吧 然后把兄弟卖了 走了 是的 这枪下来了 这米豆 你很有喜感 我 米豆这用的枪线 我刚注意到 F F A21 不是这枪 你也玩啊 米豆 绝活大师吗 我这枪 摆着主流枪 不用 我就给你玩一些 非主流 非主流枪 蟹大师 米豆 吃这个顶级老六 来看一下 能不能猜到 米豆 猜不到吧 主动拉你 哦 又牙医配合米豆 直接刷三个 漂亮 打好凶啊 这个包往那一掉 究竟是枪猛 还是说人溜啊 今天他的状态是很好的 可以 报仇了 开心了 爽多了 佩佩现在心里面 对 憋了几局的这种 心里面堵的话 这个心结终于解开了 但是还是 得把这分给拿过来 再说呀 测身 小鲤鱼 两喷带走 它们无奈 真的打不动我们 就这样的 怎么打 它们打不动我们 我们铁血防守 给自己说笑了 虽然说我感觉 这有自我CPU的嫌疑啊 但是呢 确实 比赛的时候 是需要这样 给队友鼓励的 他们根本打不动我们 因为我们是铁血防守 紧接着米豆 直接阵亡 逼连 形同虚设 阿兵跟米豆 直接将B点拱手 让给了武汉E-Star 这个局面 仅在小鲤鱼 讲完说铁血防守 五秒钟之后 就出现了这么一幕 果然 小鲤鱼的喷着 才是铁血防守 对的 他想出来拉 但是都面对的是 一杆 290 可以加修角吗 可以 哦 两个 贝贝现在挺还来得及 不能体验一下 他果汤 他果汤 他就会在一个 原来他船拉了 对 直接拉 跑快点 跑快点 直接拉 要打急速了 对着 前期都是卡尔的高光 贝贝说 可以轮到我了吧 有个下雷 又抓住了 抓住牙 哇 速攻有效果 效果很好 直接下包 在每一个方向都有一到两个人在砍住 绕后的一号位 阿兵 估计也难 换了一个 二打四 难了呀 这真的不能半场开香槟啊 大忌呀 小鲤鱼 半场开香槟啊 说完他们根本打不进来 我们铁血防守 直接连输两分 着急了 快点 咱们就提快的 咱们提一大 一大吗 一大那个G 没事我 我第二时间再给一颗闪 你们带一颗闪 你们给个 有一大闪吗 给一颗老战 第二时间再给一颗闪 MTG想偷失 慢闪来之后 已经逼得我还一赛 敌速了 挺大速了 还是要直接速A吗 来了来了 逼退了逼退了 嗯 他放枪位 不选择给你磕 MTG放在正面接不住了 找人提手吧 完了 卡尔空枪了 卡尔很危险 卡尔换了一个了 极限了已经 已经极限了 嗯 先 先把人都全部集结过来 但是也不能 不能把自己的时间压缩太多呀 小心点 佩佩现在手感已经回来了 想匹克 匹克两个拉出来 感觉在欺骗自己 掩耳盗铃 好在米豆 米豆混过来了 牺牲队友为代价 米豆每一次的成功 都是踩在队友的尸体上 往前推进 没落 打残一个 包包收掉一个 现在停胜米豆了 米豆也被收掉 完成了反超 发生了什么 这 眼下的这个局面 只发生在 铁血防守 八台 总共八台吗 对 来两个烟 够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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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第二次 我给 我们 不能乱呀 MTG 哇 等会儿导播一定要给小鲤特写啊 哇 给了一个高三 这几轮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发挥 但是这次还是蒙错了 这次他们想看信息 从侧一进B点了 看米豆了 米豆能不能杀一个 杀一个还能活着 后面有没有队友 一号位阿兵 阿兵得进来帮他 不然米豆这个位置要寄 哎 没寄 米豆不但没寄 他还能杀两个 那现在伊斯坦的节奏被拖缓了 阿兵已经牙医进来了 牙医替米豆扑路 兄弟我帮你拉枪线 肉身帮你拉枪线 三打二 三打二 但是包包掉在了 比较靠里面的位置 阿兵过来把佩佩收了 这个包可能减了 一打三 对伊诚来说 能撤到体力吗 有点难 八比八兵了 八比八了 不是这两个队伍 这么势均力敌吗 强吗 我就是MTG在爆破 技步很大的 我带了包 我带了包 看这局能不能破兵了 不是汤汤你别看了 行不行汤汤 太夸张 连小比分都要加班 火车太过来 太庇用了 看看究竟谁是铁线防守 以臣硬换两个米豆 换颜色配合牙医拿到双杀 一波正面的二换二 三打三的回防 对于防守方来说 调两个人是一个大忌 军事的回防和反清 更看道具和身位的细致了 目标 水晶点了 感觉这个枪位的话 MTG有了 因为米豆那个枪位很关键 但是目标又发力了 打了两个 只剩下 只剩下一个人了 大测身 不是我的感觉这么不准吗 因为每一次这种 近点脸上的时候 就会有过度勇敢地拉出来 斑转了局势 他拉得很不讲道理 米豆那个枪位是一个侧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稳的枪位 卡的其实没问题 因为E-Star必须得主动拉出去 在暗处的米豆肯定能够换一个 但没办法是末路 末路是永远的一个不虚的 一个突击手 前点 E-Star骑士了呀 佩佩 我末路已经来到了20个击杀了 很夸张 是 他是包包的快三倍 他一个人基本上快顶三个包包了都要 末路今天前点的发挥特别的出色 是 赶走了快走 你快跑卡尔 我给你时间让你逃 啊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哎呦空枪了卡尔 E-Star现在运气 幸运女神也倾斜到了武汉E-Star这边 让卡尔完成了致命的空枪 这边选择形成一波转移 压力给足了 直接过去打币 去找包包 这一分很关键 两边都不能大意 现在神经全部都是共浅的 阿兵呀 这波刷平了呀 阿兵你爽了呀 先刷一个 还能再刷呀 滑铲拉了 牙医都帮你拉了 你不拉 哎呀 E-Star手感运气刚回来 哎呀 这边 连续的变奏 连续的转移 给自己转没了 刚想说幸运女神 倾斜到E-Star这边 但是先别说 先把这个位置看米豆 有个米豆啊 你要记住它是米豆啊 米豆 米豆没了 那2.3 也不是没希望 因为末路 还是末路的发挥 佩佩这位置捡起了他的枪 没机会了呀 1打2 1打1了 两个今天手感很好的前顶 但是他没猜对位置 哦呦 铁血防守 小驴真别说了 小驴别说话 小驴 先屏住呼吸 说铁血进攻 紧张了 刘总默认 然后等一下 我 天哪 继续加持 孟家 哎你就家 我们就喜欢看这种加班的局面 我们就喜欢看这种非常精彩的 势均力敌的局面 都爱看 特别爱看 多来点建议 建议这个明天的这个比赛 也多来点 必须让大家们去充分的体验到 感受到咱们这个游戏的竞技性 来看一下 慈渊还原的中路 直接完成了对位击杀 把卡尔抽掉了 难道 伊斯大要吹起 再一次吹起 反过的号角可以 上来是一波零换二啊 太顶级了伊斯大 游戏 对 但这条路还敢走吗 还好有烟 再过来之后 还是有点吓人的呀 伊斯大是有气的 没事现在人数是领先的 没事 哎补枪 落落你 哦呦好在是一个一打三 前期的双军各拔一人 为他们带来了坚定的基础 人数领先10比9 稳住 这把我起局了稳住稳住 咱们磨记一会好吧 OKOK 磨记一把吗 那个米豆很磨记 他不下包他不转的 不下包他不转的 现在赶他们的注意力 都在米豆身上 全配配 手感还是要继续启示 MTG难了 上来先钓一人 还是钓的是一个前顶 有戏 伊斯大抓住机会 有戏 而且你看现在整体来说 MTG的这个防守 B点很危险 米豆并没有选择空里面 而他选择了一个 比较常规的一个板子后面 那个地方是非常容易被抽的 而守A平台的是牙医 而牙医的防守 他接驾能力不是特别的出色 所以现在对伊斯大来说 佩佩这边抓到 中路如果人少 可以选择提边路 重点是要看伊斯大如何去抉择了 他也没有想到啊 他也没有想到啊 但是伊斯大这边也有收获 脸上有个小铃鱼 小鱼滑铲出来 我要赢了 要赢了 但是又被换掉一个 三打二 三打二包掉了 他掉包啊 不是别说话了 又要七千只剩下伊丞了 不是怎么转瞬间就剩伊丞了呀 只要包还没有包 不是谁把包掉再来一小啊 审判一下他 只要我们自己看包就行了 伊丞能给自己创造一个奇迹的机会吗 好简注 下包了两个人过来主动找你 这根本不可能啊 伊丞这种根本不可能 如果你不主动出去根本不可能 完了没机会了 牙医补枪补掉了 他拉出掩体的瞬间 我就知道这局走远了 没事 继续加持 把灯 10比10平 别走向军手看 看了我们直接打了 看了我们直接打赢了 直接打赢了 打完这鞋就干 别磨叽了好吧 对对对对 别搞花的 对面不玩这种 对面不玩这种 别搞花的 我真没觉得 在搞花的 我觉得两边 两边在展示爆破上面 最精彩的博弈 我觉得这局比赛最精彩的是两边的博弈 你觉得呢 牛蒙 是的 没有什么比这个博弈更精彩的了 宜辰先拿一个 手杀到手 可以再换一个 牙医补枪补掉 行政力博弈一换一 点里面全是道具 牙医这边被迫强行开火 在绕在绕 卡尔他在绕 伊斯大尔要小心自己的背身 但他们看屁股的能力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的注意力 必须要在B点了 他需要小心点的 牙医是什么 自由搏击手啊 可言华夏再来一个雄杀到手 那么要反抄了吗 难道又来反转 MTG要翻盘吗 这后面还有一个人在摸 前点看包的又有三个 应该是没机会了 虽然换两个就很厉害了 可言MTG拿到赛点 有打消了 我们这两个八点接住珍妮了 接住就接住了 接住接住 小鲤鱼 小鲤鱼你这个嘴脸就别开香槟了 小鲤鱼 你不要给队友打欠 对还是要稳住 我们不能听他说什么 我们要看他做什么 小鲤鱼说稳住 那究竟能不能稳住呢 又来到了MTG的防守卡尔 单人顶到了这么这么前的位置 卡尔也有变动了吗 开始从佩佩身上学点东西 现在其实依斯大尔这边有点头疼 很头疼的点是他处理到小鲤鱼之后发现处理不了米豆 处理了米豆之后发现小鲤鱼处理不了 只要今天的米豆状态太好了 依斯大尔现在眼里只有米豆一个人了 天哪 你看现在导致现在整个伊斯大尔现在不敢前顶 你想想看一个290过来看中路去了 你说什么 这谁能想得到吗 290控中路 怎么说你要绝 词员说快露快露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露一下吧阿兵 我求你了 哎呦 你别晃词员你别晃 你看词员的那个眼睛 往这个手机屏幕跌进了一点 我不信你还敢露来你露 哎 哎你敢还我 这词员完了 词员感觉自己说实话 一局可以卡 稳住卡 稳住稳住 对别浪往后放要赢 我跟你说MTG要赢 稳住卡尔这波很想赢 他这波直接往后拉 收缩自己的防守 要赢 小要提速了 牙医要白给了 哎呦牙医 哎呦好在队友步枪很快 小鲤鱼再碰一个 勇气战胜 三杀 四杀 恭喜啊 恭喜MTG 我的天哪 小鲤鱼 铁穴防守 首尾呼应 电名中心 小鲤鱼的铁穴防守 什么叫铁穴防守 最后一波 A小的四杀 就是铁穴防守 夸张啊 终于有人破冰出来了 终于破冰了 天哪 天哪 今天无论是大比分 还是小比分 都打得如此胶着 真打难受了 你看 紫园看得出来 他其实有点失落啊 这是加班到现在 玩了一手白忙活 是的 而且多次 主要一刹多次率先拿到赛点 这种感受 感觉怎么就是 在很关键的时候 总是会出问题 不是两边就感觉 要么是小鲤鱼力挽狂澜 然后要么就是 末路力挽狂澜 就这两名选手 在那边轮着去刷对方 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反转 两边 对 我觉得这个比赛 最精彩的点就是在于 这两边不停地去 完成一些反转 完成一些 完全我都看不懂的一些情况 和操作 人数优势 然后我输了 就这种情况 主要也是两边也有人都抵 是的 这两支队伍 在这张地图的发挥 看得出来 Estar的双鞠的体系 明显是双鞠没有起到作用 没打出来 对 而MTG这边的话 它的这个前点状态 依旧是比较火热的 但之所以还能够打得如此胶着 是末路这个位置顶起来了 是的 末路这个位置顶起来了 它的反轻我们看到了 就是非常的果断 而且非常大胆 它完全不带犹豫 全是体验枪带着 拉过去 每一次的判断都是对的 对 所以说能打到如此的加时赛 其实这一局的爆破 Estar的整体的状态是不对的 好在有人都比 不过还是可惜 丢掉了这一局关键的爆破 它还是要攻击MTG 这一局80比82的总击杀 还少两个 助攻23比21 KD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支队伍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势均力 所以这一局比赛是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这一局比赛真的 给我的直观的感觉就是反转 反转 再反转 充满的悬疑 充满的悬疑 同时呢这个是的 同时呢就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点 是我觉得就是要从 就是悬疑的点 翻满点就是从小鲤鱼的铁血防守 那四个字提起 到最后他用自己的证明 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铁血防守 所以中间有了这么一点插曲 是因为这一局MTG的不太一样 因为之前的话 中底的两个人不是小鲤鱼 就是卡尔 但是今天有一个人出来兜底了 他叫米豆 没错 米豆真的是 怎么说就最后道防线 他米豆这个点 其实是Estar不敢提速的核心点 是吧 他提速他老是想着 有小鲤鱼拦着 你可以看个人数据这边 分别是末路和小鲤鱼 两边分别是扮演着 对内的大哥地位 你看末路1.7的这个KT 24-14 小鲤鱼是21-15 1.4 两边的这个突破 打得都非常的凶 对 主要是Estar 有一点点被米豆给影响了 就整体的一个打法 没有之前的爆破 那么清晰和自信了 他还是要恭喜一下 这一句的MVP 是小鱼 1.32的战斗 不分 21个击杀 军伤也很高 单回合最高 四连杀 好像至少有两 两三次四连杀了 嗯 也是拿到第二次MVP了 阿九零 任朱莉啊 这个title真不是朗德剧名啊 我觉得 他这个赛季 必须拿下呀 人家MVPG的手感也真火热 但是热点 不敢多说话 但我真不一定 不敢说话了 这我也很难预测 我现在在写采访 你要知道 我在采访的这个题目 我真的是 跟我上一场一模一样 插完SPG 插 写完SPG 写一次 然后再写 现在是写MTG 写一次 现在又写MTG了 你现在必须要做两手准备了 这个今天的结果 真的太难预测了 包括甚至于 每一小局都有点难预测 嗯 看这一局了 好 阿兵天机很火热 全员顶上来 小驴 一个雷 双响了 阿兵也有收获 这个点先站住 宝宝冲过来 宝宝冲过来 宝宝发力了 和空神一起 把点的人全清掉 哎呦 再打个卡 三杀到手 可以 但能站住吗 MTG的攻势也很猛 我是远射拿到一个人头 现在比分暂时的反超 宝宝还在踩点 小鲤鱼 这边直接一喷带走 也是被包包收掉 第一个点 拼抢的十分的激烈 是的 来出枪 阿兵和牙医 分分发力 复活也在出枪 这个点位还能再踩一会儿 还是分叉 暂时拉不开 这个分 这个点位应该是 没了 结束了 嗯 重点要看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三号 二号 陌路已经在下一个点 优势复活卫跑过去了 同时包包还在拦 拦过点 哇 这边烈士复活卫啊 这边想强行进点 很难啊 MTG 必须得想想办法呀 哇 优势复活卫又抢不下来 陌路一个人就空住了 嗯 陌路手感依然在啊 这个点可以多踩会儿了 还一大赚点能力 赚点时长的能力了 火轮还在发力 卡尔这边抢着强行 正面进点不行啊 MTG 如果要这么打的话 要走远了呀 这一局 小心一点的 哦 哇 我有点摸 这个点位还是可以抢的 小吕 阿九连 喷掉 可以 再喷 转起来了 哎 吃分 吃分 可以 最后的尾分 让MTG完全吃掉 嗯 下一个点 E-Star也已经提前到了 现在节奏其实进到了 我还E-Star的手上 是的 他现在还是比较主动的 感觉位置很关键 他牙一了 牙一 白给掉了 再想组织进攻 进这个点 有点难了 哎呦 火攻也是开起来了 看一下 MTG直播反攻 只剩阿兵一个人 阿兵的黑洞杀得找合适的机会开 等一下队友吧 别急 队友拉的差距很大 哎 开了 天西 可以 哦 太随意了 脸上有人 是的 不可以 一击之力拿三个 已经可以了 但是现在还是分数是E-Star的 比E-Star又高多了 但是小鲤 对于看能不能把外面人进行 点到一个一号位 交给牙一他们 我还在输出 我还在输出 这一波反攻的号角MTG吹了起来 并且持续的时间很久 E-Star 重新组织进攻 宜成见面者好了 还剩八秒钟 尾分不吃 来到下一个点 小鲤鱼堵门 先打掉窗户的宜成 坑神这边还颜色 R90直接完成了最后单上 看这个点了 看这个点了 看阿兵能穿几个 阿兵和卡尔 粉粉发力 所以这个点位还可以多踩一会儿 至少能看能不能追平吧 卡尔这边也在开 歼灭者 嗯 这边是一个人 被雷掉了 非常影响 歼灭者的发挥 是 E-Star这边道具准备的很充足 最大限制你的优势枪位 把装置推上 MTG的支援很快 优势复卫位 现在E-Star只有一个路子能进来 只有这一条路能进来 进来还五点还有闪光板 阿兵这个位置太舒服了 能堵门堵到 堵到让他们完全无法进来 所以说分数也是已经反超很多了 阿兵还是直接主动拉出来 看黑洞枪 第二个黑洞枪也给上了 最后的十分也要吃掉 是的 这个分数已经吃得很满多满了 但是我还E-Star一直也是转点 做得很果断 以前过去部署 空神的一把R90 效果也很不错 哎 脸上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他命 对方说有想被接 给的炸掉了 提成 还在扫 扫外面的人 这点还是要踩的 应该是可以抢下来 小鲤鱼换了两个 空神的这个R90也被鞠掉 也被打掉了 那可以也带回踩分 现在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有能力一直在站点了 嗯 但这个点还有三十多分呢 MTG还是要主持一波的呀 不能不吃啊 不能不吃 对 MTG得重新组织一下 给抱团 路线分得有点太开了 这个点应该是不要了 看 卡尔的这个位置选的 就是感觉不要这个枪位了 提前普局下一个点了 下个点优势服务位 不能够再一次让E-Star 拿到优势的复活点了 MTG必须主动去 抢一下优势服务位 要抢的 很希望他们终于技能也有 只亮了小鲤鱼一个 给萨这边的话是有两个的 但是下一个点 还是E-Star先过去了 来了三人一起进 他要过来 你一个人守不住吧 复活点抢下来了 MTG把优势服务位抢下来了 好消息 是的 三个人 坏消息是Kunsen有复活锅 Kunsen也倒了 Kunsen掉了 别急别急 小鲤的复活锅 反攻 反攻 反攻充斥着MTG的沟通 可以 这个门至少堵住了 边上还有 来了很多人 很多人有烟 有优势服务位 对 有优势服务位 为什么是E-Star在吃分啊 对 但是分叉没拉太开 这个尾哥可以踩 OKOK 拉开了 拉开了 148比127 E-Star现在其实有点困难 现在E-Star他们第二个点没有好好的控制将分叉拉开 现在来到了土路这个点 土路这个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军事 但重点还是要看两边谁能够去控制好二楼的那个枪位 能够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TG的这个复活点 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的一个复活点 嗯 这是一城 也是一波刷屏 原来全清了 一打是进点了 他这个位置能打几个 有一个了 出来在找人 但是经典的话 牙医在这里奋斗 但是被词远给终结了 这个点还有三十多秒 但是现在都在去主动的打外围的东西 没错 小驴将一城喷掉 还在点里面采分 分叉依旧没有完 没有持续的扩大 还是一个22分的一个领先 两边这把热点纯运营啊 他们的一个 特别是武汉一大这边的一个注冰技能 并没有产生什么效益 还在追分 武汉一大还在追分 MTG没有将分叉持续的扩大 第二个点的这个分叉拉开 在第三个点化为了乌有 但是他们也已经提前付出好 下一个位置了 踩分 踩分靠这个点位 踩个不错 两百分大 哇这个门赌的 人助力 290人助力 小驴教你如何玩赚 290啊 还能再赌一波 还能再赌一波 炸弹小飞机救了小驴一命 拿到了一个双杀 卡尔守住了优势复活位 现在伊斯塔知道 必须得先把卡尔这个位置处理掉 否则他们有优势复活点 进点太效率了 小驴阿修林他还活着 不是他还能喷 凭什么 凭什么呀 他已经来到了六个连杀 同时复活攻也好了 再喷 七杀吗 差一点七杀 这个时候不停在爆点 侧面有人 不后再复发的打牵枪 也是扛住了 再混 伊斯塔尔群起了反攻的号角 点队拼下了十分之几点啊 并这边是拿到了一个双杀 卡尔补销很快 点里面还是MTG的 MTG要破200分大关了 这个点可以破200分了 那这样的话 存差是可以的 雅一还在还在穿 来下一个点位了 那是MTG也有人过去 小驴域这边还有弓 还有弓 下面全是人 可以轰 都是烟 但是有人 还在踩分 他们心机还在踩分 现在 又很难进去了吗 伊斯塔这边 这个弓效果 还是有的 太难了 现在想进点 太难了 因为小驴现在手感特别好 有赢了呀 MTG 哎呀 太可惜了 伊斯塔尔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爆破模式当中 丢分了 那么迎接的 就是他们热点模式的丢分 那么最终比分 真有可能是锁定在4比2 主缘双杀 应该是要 想死鬼踩过来 但是MTG的攻势实在是太猛了 说不定这个点位 真的有说法 现在245 开飞动枪了 是阿斌 眼里没人了 47 48 49 让我们恭喜MTG 4比2 哇 先是经历了前四局的敖战 最终连币2分 恭喜MTG 恭喜恭喜 感觉大家很高兴啊 好像这一局打的不是定位赛 好像打的是决赛 真的跟真的两边打的对标一只要真以为是决赛 真的 这两边真的是太胶着太紧张了 就已经紧张到中途是会有就是已经浪购了所有比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没错 有有调整的情况 在这局当中 在报复模式当中 至于是有所被限制到 或者说没有发挥 不知道是被MTG有所针对 还是说选手自己的状态有点不在线 但是不管怎么样 MTG用他们的实际的行动 以及同时这个小吕的R90证明了 他真的就是铁血防守 又在自己能够得分的模式当中稳定的完成得分 而且是一个碾牙之势 所以MTG今天能够战胜Estar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是的 是他们应得的 主要今天MTG所有人的发挥是全员都在发力 已经打得 武汉Estar有一点去优势到自己长泳的状态了 他们擅长的东西也已经好像被吸引的有点分心了 所以MTG就已经成胜追击 其实拿下了一个最多4比2的比分 是的 也是这一局完成的比较的快速 可以看到在热点模式当中 其实小吕的发挥也依旧是给到了Estar重创 是的 今天MTG绝对是要给到小吕的 来看一下上一场团队数据情况 总机杀119比156 中构52比49 我们的脸占领时间是2分分3比4分12 你觉得这点确实前两三个点位的时候 Estar还是打的有来有回的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明显已经力不从心了 好像是没有完全没有能与之抗红的 人和时机 站出来了 这边平均 这边拿着绝对的手感 包括状态 所有人团队的气势是追上来了 非常迅速地拿下的 因为分叉也可以看到 大概差不多100分钟分叉了 大家要恭喜他们 今天上来一个BO7就上压力了 两边压力是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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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结果这个也是很难预料的 所以结果这个也是很难预料的 MTG绝对是要长气势的 不然的话 如果这一集丢掉 如果这一集爆破是按理说 如果武汉Estar是正常在线 那一层丢掉的话 那么再来到这一集的特点给MTG 但其实还是有可能武汉Estar丢去比较 如果MTG没有给他们一个机会 再来看一下作为数据这边 高光的小鲤鱼是1.14的rating值 包括阿金也是稳定发挥 其实卡2、亚1都是正战季 相反武汉Estar这边的话 就没有人站出来 去达到一个很高的击杀 形成一个在这局热点当中 兜底的一个阶段 然后还是武汉Estar 有一点心态被打得不太一样了 已经微笑了 所以说每个人的一个状态也会有点参差 还是要总是MTG这边的 今天的比赛打得太精彩了 可能是上半场黑队他们 还是说下半场 还打MTG他们 可以看到来到了定位伞 还是有的队友会受影响 会受一定的影响 一战坚持下来了 持久战打下来了 心态不变 是越打越凶 越打越猛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了 就在心态世界这方面是赢了 再来恭喜一下这一局的MVP 引到MTG的小鱼 Reating值1.1439 一击杀毒伤害量3941 最高连杀数7 MVP也是惊天朗阔的 一共有三次MVP 如此可见 今天的小鲤鱼的状态是不过莫夸张 太夸张了 MVP的所有人的钱